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你就是个废物 七八年了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丈夫张文又喝得醉熏熏 回来指着我的鼻子骂 生个赔钱货有什么用 将来我这些家产还不是落到外人手里 我立刻就要反驳 但看到小卧室门后女儿那惊恐的眼神 心疼了一下 强压下怒意 想扶她到沙发上休息一下 张文却一把推开我 直接冲进大卧室 往床前一趴 张嘴就吐了起来 房间里顿时弥漫着恶臭 我赚这么多的钱给谁花 张文还在继续撒酒疯 给那个赔钱货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将来还不知道便宜哪个闺儿子 够了 我实在无法再忍 重重把她推到一边 掀下那肮脏的床单被套 你想生儿子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 我没本事 张文突然干笑起来 那就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我在外面有两个儿子 我明天就带他们回来继承家产 我以为他是在说最话 却没想到张文第二天真的牵回来 两个约五六岁的男孩 邪眉小眼 蒜头鼻 活脱脱张文的模样 我当时就有些猛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张文显然也没有要继续瞒下去的打算 而且他似乎还非常得意 我的两个儿子都做过亲子鉴定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 张文 你太过分了 张文大笑起来 过分 唐雪 咱俩认识十年 结婚八年 你自己凭良心 说我对你怎么样 结婚以来 我就没让你出去干过活 舒服地在家 当个阔太太 可是你呢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是我过分 还是你过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知道再争执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本来虽然张文对我和女儿的感情 已经冷漠得 还不如个陌生人 但为了女儿 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为了不让女儿像我一样 从小因为没有父亲 而被人欺负 而且张文也一直把她的婚外情 隐藏得毫无破绽 所以我错误地以为 这段婚姻就算没有爱情了 也有亲情所在 也还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现在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小雪 其实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能继承我的家产 张文开始安抚我 只要你能接受这两个孩子 能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们 张文一把将两个男孩搂进怀里 啪啪亲上两口 我对你还是跟从前一样 女儿缩在我怀里 有些羡慕地看着 长这么大 张文从前没有抱过她 更别说亲她了 七年来 在张文的眼里 女儿就是一个外人 两个男孩是双胞胎 分别叫张传宗·张继承 他们比我女儿小一岁 让我照顾他情人的两个孩子 真是天大的笑话 但现在如果离婚的话 我知道张文的手段 我不但有可能净身出户 甚至女儿的抚养权我 她也绝不可能给我 因为结婚以来 我就一直在家里做全职妇女 一无经济 二无事业 争夺女儿 我毫无优势 据我对张文的了解 她哪怕在厌恶这个女儿 哪怕留在身边天天虐待打妈 也不会让我带走孩子 我不能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了不让女儿吃亏 我特意嘱咐女儿弟弟 小吃得完的要让着他们一些 女儿似懂非懂 但还是认真的点点头 张文对我的表现显然很满意 交代几句 就出去跟她的那些狐朋狗友喝酒去了 张文在的时候 两个男孩特别乖巧 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 但张文刚一出门 两个孩子就像装了发动机一样 开始上窜下跳 男孩子调皮是天性 我也没阻拦他们 任由他们撒欢 我现在需要冷静地理出一个头绪 下一步我要怎么办 但突然 女儿房间里传出尖叫和痛苦的哭喊声 赶紧冲进去 当时就觉得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 一个男孩骑在我女儿的身上 死死按住他的手 另一个男孩使劲往我女儿的头上 脸上贴 我冲过去推开踢人的孩子 再把压在女儿身上的那个拎起来给扔到床上 你们干什么? 跟谁学的? 怎么能打姐姐? 老妖精、老女人 两个孩子冲我直吐口水 我做事要揍他们 他们嗷嗷尖叫着跑出房间 再看女儿头发凌乱 脸上被踢得一片红肿 这两个混蛋孩子 必须要好好教训才行 等我安抚好女儿出来找他们算账的时候 其中一个男孩却拿着手机鬼哭狼嚎地在那叫 爸爸 你快回来啊 老妖精打我们 真想不到你竟这么恶毒 张文抱着那两个孩子 让我看他们的伤势 一个孩子后背有些红印 一个孩子的头上肿了一个大包 他从我女儿房间冲出去的时候 撞到门上了 但比起我女儿来 这些伤根本不算什么 我拉过女儿让张文看 我在恶毒 也毒不过他们两个 小小年纪就敢用脚踢人的脸 张文根本正眼 都不看女儿一下 你多大 他们才多大 再说了 一个赔钱货挨点打怎么了 张文 这次我是真的怒了 怒叫道 他们是你生的女儿 也不是我跟别人生的 你想怎么护他们 我管不着 但是如果他们再敢欺负我女儿 我才不会管他们是五岁还是十岁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张文冷笑 唐雪 我想你大概忘了我说的话 我的财产将来是要留给他们的 他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还有一件事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张文站起身 拉着两个孩子 如果你不能好好照顾他们 那我就没法再顾及夫妻情分 只能离婚 由他们的亲生母亲过来照顾他们了 说着右斧下身 一副慈爱的模样 传宗继承 吓坏了 爸爸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 紧盯着他们的背影 我知道这段婚姻到头了 张文比我大八岁 长得真不好看 八字眉 咪咪眼 还有一个蒜头鼻子 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是个收旧家电的破烂王 收入非常不稳定 而我彼时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 每个月至少五位数的进展 当年我决定嫁给张文的时候 朋友问我说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幼时的经历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 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扔给年迈的外婆 改嫁走了 母亲嫁的那个男人有三个孩子 最小的比我大上两三岁 那个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的疼爱 所以母亲义无反顾地疼爱别人家的孩子去了 而我就像一棵小草 在外婆家里自生自灭 我永远记着上学的一个下雨天 那天放学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 我用书包盖着头往学校外面跑 一眼就看到母亲拿着伞站在屋檐下 我当时兴奋地冲过去 连声叫着妈妈妈妈 我开心地以为妈妈来给我送伞了 但结果母亲只看了我一眼 说你赶紧回家 让外婆给你换换衣服 而把伞递给了她 现在男人的儿子 看着她搂着那个男孩离开的背影 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塌了 我之所以选择张文 是因为她年龄大 有一种父亲的感觉 长得丑肯定会忠诚于我们的婚姻 一个从小寄人篱下的孩子 最大的渴望就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错了 婚后我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三十多万 想让张文开一家维修电器的铺子 这样也能稳定下来 但张文瞒着我 收购了一个废旧厂房 当时还差四十多万 他跪在我面前 指天发誓要给我当牛做马 他让我把父亲留给我的 也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出去 房子抵押了 万一拿不回来怎么办 我指着肚子让我和孩子跟你一起睡马路吗 不会的 老婆 你相信我 张文当时已经有些疯狂 我一定能回本的 那些天他对我简直比亲孙子还孝顺 言听计从 所有的家务都揽过去 甚至还找到我母亲 他当时正给别人的儿子带孩子 母亲劝我 那边都在等着他给带孩子 以后我也帮不了你 你也只能指望张文了 你就听他的吧 苦笑 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宁愿给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当牛做马 也不肯吝啬一点点的关怀给他的亲生女儿 虽然我很不情愿 但张文告诉我 如果房子不能抵押 资金不能到位 那么交出去的钱 人家也不会退回来 等于我们最后一无所有 我还能有什么信心继续坚持女儿出生的那天 压在手里大半年的厂房 终于拆迁了 张文不但获得巨额的拆迁款 就是厂房拆下来的钢筋材料 也让他狠狠赚了一笔 我很开心 终于结束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而张文更开心到 听说我生了个女儿 直接冷下脸 看都不看女儿一眼 扬长而去 张文说过 他很想个儿子 尤其是现在 他从一文不明的穷小子 到拥有近千万的土豪 他更希望有个儿子 起初我也努力过 但有了钱的张文 就像变了个人 开始夜不归宿 几乎天天喝醉 家变得像旅馆一样 我当时独自带着女儿 作为新手妈妈 我什么也不懂 而张文赚了这么多的钱 甚至请月嫂的钱 都不舍得掏 他说 生个赔钱货 要什么月嫂 喂点奶粉 能活着就行 而我的亲生母亲一生平 第一次主动来找我 她拎着一碗兜的鸡蛋 满脸堆笑 我当时真的是受宠若惊 以为她是良心发现了我 听说张文买的厂房拆了 母亲斜看我女儿一眼 没有任何的爱恋 你爸那房子也有我一半 这就等于当初张文拿钱的时候 也拿了我的钱 现在赔了钱 你们怎么也得分我一点吧 看着母亲那认真的样子 我实在忍不住想笑 我把鸡蛋放在她手里 妈 张文的钱 我一分都没拿 你想要您的那份 直接找她要吧 张文又喝得醉熏熏地回来一进门 张嘴就吐 恶臭熏地 我也差点吐出来 张文跌跌撞撞扑在沙发上 嘴里开始不甘不净 你妈还真有意思 我穷的时候 她看不上我 说你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现在又上甘子地巴结我 又是地烟 又是孤夜地叫着 感情是想落好处 我不理她收拾屋子 你告诉她想从我张文这里落好处 打错了算盘 张文嘟嘟嚷嚷爬爬起来 这个钱除了我儿子 我谁也不给 一晃七年过去了 七年来 张文时时刻刻都在嘟囔 要个儿子继承家产 我一直还以为她就是嘴上嚷嚷 对我对这个家庭还是忠诚的 却没想到她的儿子都五六岁了 算算时间 女儿还没出生的时候 她就已经在外面有人了 而我还像个大傻子似的 不但一心一意伺候这个浑身九臭的男人 还幻想着这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 妈妈怀中的女儿叫醒沉思的我 她的小脸越发的红肿 戴的眼睛也开始肿起来 突然无比地憎恨自己 我一直对自己的母亲心怀怨恨 而自己为了这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 却让女儿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我的行为甚至比母亲更无耻 更无情 我带女儿去了医院 开了一些药和几片冷敷药膏 医生嘱咐最近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回来的时候 张文他们已经回来了 破天荒的 张文不但没有喝多 还温柔地帮他两个儿子在洗澡 听着耶撒在浴室欢乐地打闹和嬉笑声 我恨不能直接一盆滚烫地开水浇过去 冷静 我要冷静 如果现在离婚的话 我会非常狼狈 虽然张文赚了钱 立刻就买了现在这套120平的精装房 虽然房子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但房本一直都在张文那里 我根本拿不到 他也不会把这套房子给我 每个月他会甩3000块钱 给我做生活费 我暗示过他很多次 3000块钱 既要穿衣吃饭 又要养孩子 根本不够用 但他根本不做回应 有时候被我说急了就瞪眼 男人怎么能没有失业 那些钱我还要继续投资呢 你以为我拿着钱天天花天酒地 你天天在家里等着吃 县城当然不知道男人有多累 赚钱的辛苦 你看人家老婆自己带孩子还能出去工作 根本不跟老公伸手要钱 我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不够花 你以为我的钱是大放刮来的气到雨节 但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八年的婚姻 为了所谓的安稳 所谓的家 我放弃了一切 而现在除了女儿 我真的一无所有 就是父亲留下的那套房子 我最终也没能保住 越来越厌恶自己窝囊的样子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女儿的要我摆在她房间书柜的最上面一层冷敷药膏 放在冰箱里 晚上睡觉前 为女儿吃了药 又敷药膏 轻轻拍着她 宝宝你先睡吧 妈妈等会给你把药膏拿下来 妈妈 他们两个要在咱们家住多久啊 女儿怯生生拉住我的手 如果以后 他们再打我怎么办 妈妈会保护你 说这话的时候 我有些心虚 我如果能保护女儿 就不会让她受到这样的伤害 第二天 女儿脸上的肿消了很多 因为怕同学笑话女儿不愿意上学 我也没强迫她 但我时刻防着那两个坏小子欺负女儿 让她一直跟在我身边 不离左右 等到晚上给女儿喂完药 刚把药膏敷到她脸上 女儿突然尖叫起来 疼 妈妈疼 赶紧扯那药膏 却怎么也拿不下来 眼见女儿的脸越来越红 并且起了一层小红疹 情急之下抱着她冲进浴室 用冷水打湿毛巾 一点点地抠 最终弄下来的时候 女儿的脸红到我都不敢看 顾不上天黑 我抱着她直冲向医院 医生检查过后告诉我是某种化学制剂 幸亏我及时给抠下来 否则皮肤烧坏了 孩子的脸也就毁了化学制剂 我心里一阵阵发寒 会是什么 比如502胶水之类 我把女儿送到朋友家里 希望她能帮我照顾几天 回到家就开始大扫除 每个房间我都仔细地打扫 果然在冰箱的后面发现一个已经用光的502塑料瓶 家里谁会用这个 我拿起那个塑料瓶 就看到两道人影迅速跑过去 愤怒让我几乎失去理智 我立刻过去质问那两个浑小子为什么这么坏 谁干的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掐死他们 两个家伙东倒西歪躺在沙发上 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我再问一次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上的皮肤在急剧扭曲 一步步逼向他们 谁干的 他们显然是意识到危险 张传宗直接抬起手臂就要给张文打电话 我一把扯掉他手臂上的儿童电话 狠狠摔在地上 坏女人 坏女人 他尖叫着一头撞向我 然后冲向房门 用力拉着门想要逃出去 大门已经被我反锁 我再转向张继承 极力压制自己 你说谁干的 张继承已经完全吓傻了 我看到沙发上一片水迹迅速地蔓延开 他哭着连连摇头 不是我 是哥哥 我最讨厌的就是坏小孩 我把还在拼命拧门的张传宗抓住 拿着那个空瓶子就往他脸上倒 做坏事的孩子就要受到惩罚 张传宗拼命尖叫嚎哭 我继续吓唬他 这个东西倒在人的脸上 就把他的脸整个烧烂 每个小朋友都会躲开他 都会骂他是个丑八怪 张传宗哭道 已经哑了喉咙 吓得也尿了裤子 阿姨 不是我 真不是我是妈妈 是妈妈让我们做的 我把他们的泪水擦干 又给他们换了裤子 被我教训一通 两个孩子瞬间老实许多 乖乖坐在沙发上 小小的身体缩成一团 眼神惊恐地偷看着我 但凡皱下眉头 他们都要不由自主抖一下 说实话 我也有些不忍心 毕竟我也是当妈的人 毕竟两个五六岁的孩子 还分辨不了善恶 应该受到惩罚的是那个破坏别人的家庭 又把自己的孩子交成魔鬼的女人 以及那个毫无廉耻背叛家庭的男人 我回到房间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现实就摆在面前 虽然张文还没有提出离婚 但那个女人有着两个孩子做依靠 离婚是早晚的事 最可悲的是 我有可能还会被张文逼迫着净身出户 以我目前的情况 我显然对付不了张文 自幼丧父 没有兄弟姐妹 母亲不疼 亲戚都把我当成累赘 我结婚的时候也只有年迈的外婆偷偷过来塞给我二百块钱 饭也没吃就走了 后来张文发达了 表舅表姨拎着东西就来认亲了 我一直都在渴望亲情 当他们来的时候 我明知道是为了利益而来 但我还是很高兴 表舅说 从小我就知道雪儿有出息 现在还真让我说准了 她却忘了 小时候因为外婆偷偷给我买了一根冰棍 她不但抢走冰棍 还骂外婆罚我一天不许吃饭 表姨说 张文能娶到我们家雪儿 那也是捡到宝了 我们雪天生就是带福气的人 她也忘了她最喜欢骂我的话就是天生的扫把星 命应克服 谁遇到我一辈子倒霉 现在他们都忘了 我记得很清楚 但我也装着忘记 他们唠叨了许多 无非是小时候怎么对我好 为我付出多少等等 最终还是归入正题 借钱 我呵呵笑着看向张文 我从小就笨 命也不好 所以我们家里向来都是张文管钱 表舅表姨需要你们可以向张文开口 而张文只有一个动作 开门念人情后思念恩 所以我谁也指望不上 张文也是抓住这一点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她以为我软弱可欺 也认为我离开了她 根本没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但当一个人被逼到没有退路的时候 也只能豁出去 但我也知道 如果真要跟张文撕破脸 对付我和女儿 她的手段太多了 那笔拆迁款下来之后 我劝过张文安安文文找个门面做点小生意 赚钱不多 但是稳妥 但张文却满脸不屑 真是头发长剑是短 小生意 那是你们女人才干的事 我要做就做大生意 果然是大生意 二百万投资一个菜市场 结果没等开张 开发商老板跑了二百万都没听响 有一年 大蒜的价格都封出了天际 他拿出一百万到田间地头收购大蒜 二点五块的价格收购进来 结果零点八块的价格都没卖出去 买了一辆五十万的车 说不好看 给他所谓的朋友开了 他又买了一辆一百万的车 开得挺自在 后来他有一个朋友说 结婚想借他的车做婚车 结果出事了 把人撞死了 他没开车 但有连带责任 而且赵氏司机还跑了 死者家属闹着找上我家门要赔偿 张文贵在我面前又哭又闹 又要上吊 求我帮他渡过难关 女儿还小 我也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 跟我一样 从小就没有爸爸 于是咬着牙 把爸爸留给我的房子卖了 为此还被我母亲堵在出租屋 骂了半个月不离婚 不是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最后有可能一无所有 而是张文在几乎败光 所有的拆迁款后 做起了五份贷款生意 这种生意很多人都知道 不违法 却很不道德 他左手借右手放 赚取中间的利息 赚这种钱的人 手段自然不简单 我不敢惹怒他 也不敢提离婚 我很怕他对我和女儿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我走出房间 那两个孩子还在那里安静地坐着 我突然有些羞愧 成人犯的错为什么要由他们来承担后果 我也很无耻 不敢去找真正的罪魁祸首 却拿小孩子出气 微煮一口气 后C微炭一口气 做了两碗面 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一口不吃 小眼睛巴巴地望着大门 我知道 他们在等张文回来 那个眼神 就像我 每天守在外婆家门外 期盼着母亲回来一样 虽然母亲每次回来给了外婆钱就迅速离开 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 但我还是很满足 我收回思绪 不去看这两个小男孩的眼神 现在不是我心软善良的时候 我要考虑的是这两个孩子一定会添油加醋地告状 万一张文恼羞成怒怎么办 我必须要有对策 老天似乎在帮我 在我没有想出对策之前 张文喝得醉熏熏地回来了 两个孩子似乎并不知道酒醉和清醒的区别 看到张文回来 直接扑上去 一天的委屈终于得到释放 抱着张文就嚎啕大哭起来 哭?哭什么? 张文想要抱起他们 无奈酒后无力 爸爸那个女人打我们 欺负我们 他还要杀了我们 五六岁的孩子一着急话就说不清楚 再加上他俩又是哭又是好 我几乎都没有听清他们说什么 张文更是满头雾水 他们说什么? 你敢虐待他们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张文红着眼瞪着我 还有你那个赔钱货女儿 我的软肥又被狠狠撞击一次 对于女儿 我亏欠太多了 现在我绝不会再让他受半点委屈 我递过去一杯温水 你喝多了 喝点水吧 水里我加了一片安定 我在张文睡着的时候 把他手机里那些债主的信息都转存到我的手机里 尤其是黑名单里的联系人 他做这种无本的贷款生意 表面上似乎不亏 但其实他也很头疼 有很大一部分都要不回来 那些债主拿不回自己的钱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我家的门经常会贴一些催着赶紧还钱的小纸条 有时候他们还会直接在墙上用红漆写张文还钱的大字 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带着好几个人在楼下 手里拿着一些纸发给左右邻居 他们毫无收敛地叫嚷 这个楼里住着一个老赖 他欠我们血汗钱 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就是不还钱 你们都要远离这种人 别让他给坑了 我悄悄躲起来 想给张文打电话 而张文却正好回来嚎叫那人的名字 李强 你在败坏我的名声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但最终张文并没有报警 而是找了几个人 把李强类群人给恐吓走了 李强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 姓张的 你一天不还钱 就一天别想安生 当时还很害怕 以为李强会对付我和女儿 那些日子经常躲在外面 回家都是偷偷摸摸地考虑来考虑去 能帮到我的或许只有这些债主了 我找到李强的手机号码 打了过去 我平静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是张文的老婆 那边安静了片刻 突然开始大吼大叫 让我还钱 我等他发泄一通之后 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 我保证你可以拿到钱 否则我也爱莫能助 李强犹豫一下 质问我 你是张文老婆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想合起伙来再坑我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想过多地解释 我笑笑很能理解他的怀疑 你也知道张文不止你这一个债主 这几十个债主里总会有一个愿意相信我的 我也会帮他拿到钱 那边沉默许久 就在我以为对方已经挂断电话 李强说话了 好 只要能拿回我的钱 我选择相信你一次 但是如果这次我拿不到钱 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感觉自己这一次是在玩火 很有可能会烧到自己 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开始主动出击 我通过孩子的儿童电话 找到他们亲生母亲朱倩的电话 我约他出来吃饭 你请我吃饭 朱倩语气里都是讽刺和尖酸 你是不是想求我放过你 求我离开张文 我告诉你 做梦去吧 我淡然一笑 伸手在张传宗的头顶上抚了一下 张传宗顿时吓得一哆嗦 这孩子估计是落下阴影了 我确实是想求你 不过我是想求你赶紧让张文跟我离婚 黄脸婆 你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 张文可是告诉我你死活都不愿意离婚 十二点 旋转餐厅 我在那里等你 我轻松说道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 但我提醒你 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挂断电话 开始化妆 从前做模特的时候 化妆的技术一流 虽然现在手生了 但技术还在 看着镜子里 头发干枯凌乱 脸色泛黄 嘴唇上撬着一层死皮的黄脸婆 不由一笑 我想朱倩一定很喜欢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果然她看到我满眼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也不恼 捏起一块糕点 慢慢放进嘴里 这次来我还是那句话 你能不能让张文赶紧提出离婚 你真要离婚 我认真的点点头 抠抠手指家里的游购 每天像个老妈子一样 做牛做马 还要面对 每天上门来要账的债主 这种日子我也过够了 如果你能劝张文跟我离婚 我就真的太感激你了 朱倩警惕地打量我 眼中充满了怀疑 唐雪 阿文说你贤惠老实 原来心机这么阴险 在这给我唱什么苦肉计呢 要不是你天天哀求阿文 阿文早就跟你离八百回了 我摇头 我现在宁愿他跟我离婚 过点穷日子没什么好过 被人天天恐吓威胁 我无奈地叹口气 拿起手机看看时间 时间到了 李强带着一伙人凶神恶煞直向我们冲过来 我当时就站起来不好了 赶紧跑 朱倩还以为我在装 满脸不屑 李强来到我们桌前 狠狠瞪着我 你是张文的老婆吧 我没回答 出门的时候 我给李强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我要约张文的情人在旋转餐厅吃饭 我说张文可是非常在意他 这个情人能不能拿到钱 就看你们演技如何了 李强还算聪明 我没出声 朱倩可不想放过这种证明自己身份的机会 他立刻挺身而出 我才是张文的老婆 真是有眼无珠 他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朱倩脸上 他们的欠我们的钱还在这给老子耍横 朱倩哪能受的这个 立刻就要跟李强听命 但却被李强掐着脖子狠狠按在座位上 指着他的鼻子威胁回去告诉张文 赶紧把欠我们的钱还了 否则见你一次就打一次 朱倩捂着脸不敢再说话 我拿着手机直哆嗦 你们再敢打人 我就报警了 报你们的警 李强一巴掌拍掉我的手机 冲着我扬拳头 再多管闲事 连你一起揍 我下得赶紧躲到一边 李强威胁完 带着人扬长而去 朱倩愣了好一会儿 突然就大哭起来 朱倩立刻就要给张文打电话 我按住他拨号的手 你打电话怎么说 有人打了 你让张文赶紧还钱 朱倩看着我 眼神恐慌 已经完全没了主意 你以为张文会还钱吗 我又拿起一块糕点放进嘴里 这个旋转餐厅 是全市最贵的自住餐厅 曾经我和朋友也经常过来 但现在两个人的餐费 几乎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我有点怀念过去 你看我从前是不是跟你一样年轻漂亮 我拿出自己从前的照片 一张张摆在朱倩眼前 但结果还不是落个黄脸婆的下场 你以为张文真的在乎你 我又拿起一块三文鱼 柔软滑嫩 他把两个孩子从你身边抢走 在乎过你的感受吗 你跟他这么多年 到现在还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那两个孩子能继承他家产的儿子 当然了也可能是继承他还不完的债务 我再端起红酒微敏 一如既往的醇厚 我话就说到这了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真的是来求你让张文赶紧跟我离婚的 收拾好我的照片 起身要走 朱倩立刻叫住我 唐姐 我 我该怎么办 我笑了 金钱培养出来的感情果然不堪一击 朱倩告诉我 他根本就没打算跟张文结婚 我才二十五岁 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老头子过一辈子 朱倩一口气喝光酒杯里的红酒 就说我现在住的房子 你说我都给他生两个儿子了 写我的名字怎么了 他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 还说将来是要留给儿子的 让我别打房子的主意 你说他是什么意思 唐姐 我跟你说 我早就心寒了 要不是他每个月还给我两三万的生活费 我早走了 我笑着又为他倒一杯酒 估计那两三万很快也没了 你就没为以后做做打算吗 这种红酒虽然入口绵软 但上头很快 一般人几乎降不住 我一开始也是如此 果然朱倩的话开始变多了 我能怎么办 什么都不会 就只会花钱 长得虽然还不错 但到底是生过孩子 跟更年轻的女孩比 毫无优势 我环顾四周 压低声音 我倒有一个办法 让张文把钱吐出来 就怕你不舍得 朱熙红着眼睛看着我 我不说话 我知道他已经想到是什么办法了 孩子 我笑笑 告诉他我的主意 张文现在最在乎的就是 他的两个儿子可以用孩子做筹码 就说孩子被那些债主绑架了 让他赶紧准备钱 打在你的账户上 这样钱也到手了 孩子也不会有什么事 至于以后你是想继续跟着张文 还是选择别的路 只要手里有钱 什么也不用顾忌了 你说呢 朱倩犹豫一下 突然死盯住我问道 这样做你有什么好处 是的 这样做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这只是我计划的前一小部分 后部分我当然不会告诉他 面对朱倩的质疑 我镇定自若 只是淡笑 我似乎没有任何好处 但张文肯定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 为了他儿子 他自然会想尽办法 比如把我们住的房子卖掉 而房子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只要他提卖房子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离婚 他不答应也只能答应 这样也算是把我拯救出苦海了 朱倩还是怀疑的态度 我微叹一声 摇摇头 我能帮你的也就到这了 既然你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对了 那些债主已经把你当成张文的老婆 我觉着你出门的时候应该多注意安全 林起包转身就走 不再给他丝毫犹豫的机会 一整天朱倩那边没有任何动静 我以为这个计划是失败了 但我不是太过介意 我已经把我和朱倩的对话录了音 如果不能用孩子报复张文 我也可以把这段录音当作一份证据 加上那两个孩子 我会以重婚罪提出离婚 总之 这段婚姻我绝不会再继续下去 我甚至写好了离婚协议 朱倩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堂姐 你有没有可靠的人 先把孩子藏起来 咱们好要钱 我立刻给李强打了电话 让他找几个可靠的人 把孩子带走 然后让他准备一张全新的银行卡 交给朱倩 这张卡是用我朋友的名义开的卡 这样张文就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 朱倩竟然没有丝毫的怀疑 利益面前真是无人可逃 我在家里等着张文来求我签字卖房子 就他的儿子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会卖我们联名的这套房子 而他单独名下的房子坚决不会动 因为那是他留给儿子的家产 但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一边好几天 张文就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再没有任何的消息 我有些心神不宁 张文是不是已经猜到 这背后是我在指使 在憋着大招对付我 没等来张文的电话 却等来了警方的电话 张文出了车祸 现在外室的ICU里抢救 让我赶紧过去一趟 在警方那里 我大概知道了一些情况 得知儿子被绑架 张文就通过他自己的手段和门路去寻找 很快就被他找到了李强 当时李强和几个同伙带着两个孩子 直接驱车数百里赶回他们老家 一个山连着山的村庄 张文在电话里威胁李强 立刻放了他儿子 我警告你 别想用我儿子威胁我 你这就是绑架 信不信我报警 直接让你在局子里度过下半辈子 张文你也别这么没人性 李强也不是善查 敢放货的人能有几个良善之辈 赶紧把欠的钱还了 你儿子我好吃好喝好玩地伺候着 要是再不还钱 我就把你这两个宝贝疙瘩卖掉 打成残废 让他们当一辈子的乞丐 你敢 那就试试 张文没有事 他带着几个人直奔李强的老家 张文仗着人多 就要抢抢孩子 但对方人也不少 更何况是在李强的老家 两伙人先是争执 然后就打了起来 打斗中 李强抱着孩子跳上车就跑 这种时候 他们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后顾之忧 唯一考虑的就是 如何把钱要回来 孩子就是他们的筹码 张文也跳上车 紧追不放 在一处悬崖拐弯处 张文紧急超车 想要逼挺李强 结果同时翻车了 当时的情形 李强根本来不及给孩子系安全带 而看到张文在后面追赶 两个孩子都把身子探出车窗 拼命呼喊爸爸救命 车祸发生的同时 两个孩子被重重甩出去 摔下悬崖 落在山石上当场毕命 而李强和张文 也身受重伤 过了好久才被人发现 李强还没送到医院人就没了 张文却始终硬撑着一口气 或许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丝念想 这些是打架的那些人 后来录的口供 警察还以为我是孩子的母亲 他们以同情的口吻安慰我 他们甚至做好了抢救我的准备 我很冷静地配合着警方处理了两个孩子的后事 两个孩子就成了两个小小的盒子 我有些唏嘘 也有些愧疚 这时医院里打来电话 说张文的情形出现恶化 让家属赶紧过去 警察特意安排了绿色通道 让我进ICU探望张文 警察的用意很明白 张文伤得太重了 有可能都出不了ICU 我站在床边 看着躺在那里浑身插满管子一动不动的张文 突然想起一句调侃的话 男人只有死了才会消停下来 张文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但张文没有死 他竟缓缓睁开眼睛 眼神盯着我一直转 毕竟是多年的夫妻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但我不说 看他急得额头直冒清筋 呼吸急促 甚至呼吸机一度发出警报 我很开心 我拿出手机 给他看了两个小小的骨灰盒 我亲眼看着他们进去 又亲手接过 他们不会错的 我贴近他的耳边 轻声说道 你的两个儿子 再也没办法继承你的遗产了 张文眼睛顿时瞪得极大 挣扎着似乎要跳起来 但他的身体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呼吸机再次发出警报 如果如果你不想死 就安静下来 我淡淡说道 否则 谁也就不了你 而且 李强和其他那些债主 他们都不希望你死 他死死盯着我 胸口急剧地起伏着 氧气罩里弥漫着一团雾气 半晌 他嘴角抽搐了几下 他很聪明 他已经猜到 这一切和我脱不了干系 我笑了 认真地点点头 摔成这样你 还是这么聪明 不过你放心 你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不会离婚的 毕竟来的时候 我算了一笔账 把你名下的房子卖了 清算完那些账物 我和女儿还能落个二百多万 张文立刻又开始挣扎 呼吸机再次发出警报 我摇摇头 刚才我还夸你聪明 现在又糊涂了 你两条腿没了 内脏也受了重伤 只要我拔掉这个 你随时都会跟你儿子团聚 我拎那根管子做事要拔 既然你这么想你儿子 我就送你过去团聚 好不好 张文眼神立刻惊恐万壮 我忍不住呵呵笑出声来 张文终究没有挺过去 念想没了 人心也就死了 家里重新安静下来 但还有一个麻烦 需要我去解决 我把两个孩子摔在岩石上的图片 和小黑盒子的视频发给了朱倩 我准备再赌一把 看看这个钻到前眼里的女人 是不是还有丝丝的母性 没过多久 有一个自称是物业公司经理的人 给我打电话 这套房子我们查了一下 户主是您的丈夫 但里面的住户 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关系 她现在神志有些不清 经常骚扰小区的孩子 麻烦您的丈夫过来处理一下可以吗 我答应会尽快过去处理 然后给精神病院打了电话 看着她被驾上车 此时我心中已然没了仁慈和怜悯 终于 能够威胁到我的一切都结束了 我缓缓撕碎那张离婚协议书 人性终究是经不起任何的考验 但宫廷终于还是会出现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爸在奶奶家附近新开了一个生鲜超市 我家的生鲜超市是连锁 陆陆续续也开了五六家门店 店里的生意都很不错 多是开在中高档小区附近 奶奶家这一片原本是个村 近几年发展拆迁 才新盖了几个小区 原先的村民也都住进了回迁房 我爸原本是不想在这里开超市的 老人上了年纪身体总是不大好 我爸担心奶奶要在奶奶家久待 再加上 因为是新盖起来的小区和回迁房 周围的便民超市没有几个大的 菜市场也在几公里开外 考量一番 最后这事也就定了下来 开业那天 我家店里的生意火爆异常 我家生鲜超市的口号是不卖隔夜菜 店里的蔬菜 海鲜 肉 蛋 奶 都只卖一天 每天从晚上七点开始打折 七点打九折 八点打七折 九点打五折 到晚上十一点半打一折 就相当于全场白送了 早去食材新鲜 晚去享受优惠 现在市场上的生鲜超市竞争压力大 我家也是靠着这种方式发家致富 开业前三天 消费满六十八反十八的电子优惠券 活动力度很大 店里人满为患 我和我爸在店里帮忙 附近小区的居民都来了 多是大爷大妈 不大的门店里挤得满满当当都是人 我拿着大喇叭维持秩序 一个大爷扎在人堆里问我 你们店每天晚上都打折 我说了声势每天晚上七点开始全场打折 七点打九折 七点半打八折 每半个小时降一折 晚上十一点半打一折 店里的蔬菜 海鲜 肉 蛋 奶保证新鲜 都是当天现卖 我们不卖隔夜菜 我们门店是连锁 发现隔夜菜打电话举报 假意赔时 大爷一听 差点没了开花 他一拍大腿就嚷嚷道 打一折 那就是原本一百块的东西 花十块钱就能买下 还有这种便宜 那群大爷大妈们一听 当即表示 现在先逛逛看看先不买 等到晚上打一折的时候再来 我一听就在心里笑了 做生意的没比别人多两个心严子 能赚钱吗 一切的优惠力度和营业模式都是建立在赚钱的基础上 我家超市一般等到晚上八九点 店里的菜就所剩无几了 稀稀拉拉全是些别人挑剩下的 白送给人人都嫌弃的那种 一般七点半左右上班族下班 就是最后一波客流量高峰 更别提现在还是刚开业 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 那些大爷大妈们左熬右熬 终于熬到晚上十点来我家店里大展拳脚的时候 一进门全傻眼了 货柜上早就空空荡荡 稀稀拉拉剩下几根菜叶子 什么海鲜 牛肉 早就卖得一干二净 大爷大妈们 当下就气得两眼发昏 在店里吵起来了 一个大叶拔高了嗓门喊 这怎么都卖完了 旁边的姚立荣大妈 面红耳赤 连声附和 是啊 我平常九点就睡了 今天专门拧大腿熬到十点来 结果就剩下这些烂菜叶子 白给我都不要的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鸡鸡喳喳吵成一团 这些人都是傻的吗 有便宜不占 不等到一折的时候再买 这么早买回去做什么 是啊 自己有便宜不占 还要让别人也站不上 这就是害人的 他们聚在店里 嗓门一升比一升高 有个店员小姑娘 已经上去劝 是这安抚小姑娘 好言好语 这几天店里 活动力度大 再加上大家都是七八点下班 明天您早些再来看看呢 小姑娘说话客客气气 态度也是没得挑 我也很客气地劝让他们 明天早些来 可一连几天 他们都没像想象中那样占到便宜 为首的姚丽荣大妈 终于在第三天破了房 扯着嗓子就开始尖叫 这是你们店的规则有问题 这是欺诈消费者 一点都没有同理 心不尊老爱幼 一张嘴说不过七八条舌头 更别提战斗力不容小觑的大爷大妈 本来没人搭理他们还好 眼下一搭理 他们更是集中了火力 对着一个人开炮 但凡有店员敢去搭茶 就少不了被他们团团围住 脸都憋得通红 除了道歉 再也挤不出来半个字 他们的架势也越来越嚣张 三天就改头换面 变成了一副活脱脱的土匪样 他们从我们店欺诈消费者说到 要去12315投诉举报 还有说要告到妇联的 从小耳熟目染 跟着我爸开店十几年 毫不夸张 我从没想过人居然可以这样 见过难缠的 但没见过一点理都不讲的 我有些恼了 学着他们的模样 也开始扯着嗓子叫 对店里的规则不满意 不服气 觉得我们是黑店的 就去举报 欢迎你们 我瞪着那姚立荣大妈 谋足了劲 就朝着他喊 催着他现在就去举报 这附近多是上班族 人家要上班 下班了抽空买菜 人人都有钱又闲 十公里开外 也有大菜市场 你们再站在店里吵 我们就报警了 和他们这种不讲理的讲理 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必多费口舌和他们解释 拿出点强硬的态度出来 他们就怕了 我不愿意把话说得太难听 毕竟我家店还要开门做生意 一见我是快硬骨头 他们的口气马上就软了不少 有的闭上嘴不吭声 一个劲的斜眼瞅我 有的索性 装没听到 专注于货柜上的那几根烂菜叶子 还有的拉不下脸 厌不忧下这口气 继续要和我掰扯的 那我就往死里对阴阳怪气说 他们占便宜 没捞到好处破防了 非要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这下好了 一个个全都哑口无言 他们哄闹着 不情不愿地散去 隔壁一家卖烟酒的大姨 见了我家店这场景 拉过我小声提醒你们 不再质住吧 你打听打听去 这几个老东西都是最不好惹的 那几个大爷大妈的背影已经远去 可大姨依旧十分警惕 瞪圆了眼睛 这附近谁家开店 不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别惹到这几个 别说林妻搞特价的了 就是明码标价的东西 他们也是要应占便宜 这附近店少的原因 也多亏了他们一劝 你别和他们对着干 也就五六个老头老太太 有些小便宜就让他们占了 毕竟开门做生意 哪有不吃亏的 别到时候闹得关门了 得不偿失 果不其然 第二天那群老头老太太 就在各大业主群里 区区我家便是黑店 讨不到好处 还遇到我这块硬骨头 碰了一鼻子灰 他们开始着急了 他们的手段一登场就是无下限 这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新开的那家生鲜超市 大家都可别再去了 我昨天在他们那买了肉 谁知道 一吃当天晚上全家老小上土下谢 我大孙子都送急诊了 是啊 我晚上去店里想找点别人剩下的便宜菜 结果人家店里一个小姑娘特别横 说我买不起碟买 还说人家店上面有人 我举报投诉都没用 顾客就是上帝 这哪是开店呢 我竖着进去都怕是要横着出来了 打架可千万别去啊 没有 我昨天早晨去的 店里的东西又便宜又新鲜 我买了一大袋子 才花了七十多 马上充了五百块钱会员 你们几个快别瞎说了 每次附近开超市 你们几个都要去闹倒闭的倒闭 搬家的搬家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生鲜连锁 在被你们搅和的关门了 我们上哪买菜去 一见有人替我家店说话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马上就开始发语音 挨个对六十秒的语音是微信的极限 不是老头老太太们的极限 一口流利的土话 说得极其难听 学了点新鲜词汇就硬套 一会嚷嚷着 我们是官商勾结资本主义的走狗 一会诱戳人家心窝子攻击别人的家长里短 群里吵翻了天 那几个更不好惹的婶子一出 马老头老太太们就都闭上了嘴 他们造谣污蔑我家店 我同样不能坐以待毙 我洋洋洒洒编辑了一段话 反手就发到了群里 我是生鲜店的店长 感谢大家对我们店的关注 特地延长开业大筹宾的时间到一个礼拜 会员充二百返二十月月有代金券 更多活动 大家关注小程序 参与抽奖领打折券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家店供货渠道透明 可查 店内二十四小时监控 空口无凭 造谣抹黑 我们店要负法律责任 有任何情况提供消费记录 我们店全权负责 几个大姨特地帮我爱特了那个说买我家菜回去吃 全家上土下泄进医院的老太太 结果那群嗡嗡嗡如同苍蝇一般的老头老太太们这会马上又不吭声了 装聋作哑 我虽然损失了几个老头老太太的生意 可却换来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归根结底 我家的生鲜物美价廉 满五十还免费配送上楼 各项成本算出去 开销虽然不少 但这个门店的生意也是实打实地做起来了 有时候都等不到晚上开始打折 店里的东西就都卖得七七八八 月底的时候 我爸还专门给员工们包了大红包做奖金 大家工作轻松 工作环境还好 赚的钱也不少 自然都是尽心尽力 那几个老头老太太们瞧见一个月过去 我家不仅没倒闭 生意还越来越火 偏偏自己还一次便宜都没占到 就越想越气 他们不甘示弱 心生一计 店里晚上七点开始打折 于是他们约好了六点 一起扎堆在我家店里 晚上六点 还不是最后一波客流量高峰 他们围在店里 对着货柜这挑挑那简简 选好了东西 也不来结账 随便坐在角落的一个货箱上 就开始捞 边捞边斜言 我们店里的员工 尤其是我 他们这一坐就坐到了晚上十一点 所有品项好的菜和肉蛋奶都被这帮老头老太太垄断了 死活不结账 就在手里死死地攥着 带头的姚立荣老太太更是胳膊上胯的矿里装得满满当当 像小山一般 期间还有别的客人进来 尤其是上班族 下班的高峰 别人进来挑挑拣拣 可货柜上剩下稀稀拉拉 全是些品项不好的 他们凶神恶煞地往那一坐 人还没走到他们旁边 他们就开始挤眉弄眼的飞眼刀满脸的褶子 一拧巴 眼珠子瞪起来 撕着牙 嘴里在无声的小幅度开开合合 几下就吓得别人退避三射 几个店员轮着去劝了几次 他们的嗓门一声比一声高 更是格外的硬气 那咋了 我们还没选好 就是没选好 我怎么结账 又不是没结账就出门了 你这开门做生意还缅客人呢 你要是嗓门大些 他们大有马上就躺地下的打算 十一点一到 他们边吵吵嚷嚷嚷 挤在柜台前结账 姚丽荣大妈对着结账的店员指着点点 现在可是十一点了 你看清楚了 结都是打一辙 你要是眼花算错了账 小心我投诉你 嘴巴一张唾沫星子边兜头而下 迎面被喷了满脸 店员有苦说不出 为难了 看了看旁边的 我点了点头 他才开始一件接一件地扫码结账 两三斤的牛腱子肉 十块钱买走 三十个一盒的土鸡蛋 五块钱买走 还有些龙虾 海鲜 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 我敢说 要是我们整个门店也打一辙 他们一定拆了屋顶 卸了地板 直接抢成毛坯房 结账的时候 老头老太太的脸上可算是乐开了花 一脸褶子 笑得合不拢嘴 连同脸上的老年般都如沐春风 可偏偏他们占了便宜 还不愿意说便宜 非得十分拧巴地说 要不是打折 我们店里的东西可是贵得择舍 又当又利 脸皮之后 无人能及 那些贵价的东西 有一半原因是给晚上打折的时候特供的价格歧视 做噱头提高购买力 可这一折 确实是板上钉钉的 亏了本由他们这么一闹 一天下来 不能说一毛不赚 起码得倒贴一天的水电费 结账的小姑娘 又急又气 等着老头老太太离去的背影 撇着嘴巴说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敢也敢不走 也不能在门上贴狗 与老头老太太不得入内好好结账 还要白白受他们一顿气 如他所说 一时间我算是陷入了两难 我想着隔壁开烟酒店大一的话 觉得稍稍让步 缓和些关系也未尝不妥 可没想到不是胃肠不妥 简直是实在不妥 对于无底线不要脸的人来说 只要我们的蛋壳上有一丁点缝 就会被这群苍蝇 钉到彻底破了壳 拆吃入腹去 正赶上我家里出了事 奶奶要做手术 白内障不算大 手术上的年纪问题 都在术后要住院一个礼拜 观察店里的生意也就先这么搁置下来 可没想到这一个礼拜 店里可算是乱成了一锅粥 代理店长更是三天两头打电话来痛哭流涕 哭爹喊娘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自那天尝到了一点甜头后 就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晚上雷打不动 六点扎堆到店里 先花一个小时挑挑拣拣 然后三五成群一辟 故坐在角落里 干等货柜上空空荡荡 他们矿里倒是满满当当 他们上次更是和一个来买菜的 花卷头老太太吵了起来 花卷老太太一连好几天没买到新鲜菜 气急败坏就要抢姚丽荣老太太矿里的 花卷老太太气得破口大骂 这么大岁数了 没脸没皮的 连着三天了 我天天接大孙子回来 一根菜叶子都没买到 姚丽荣老太太也不甘示弱 死死抱着自己的矿就不撒手 恶狠狠地狂吠 这是我的菜 你抢我的菜 我是老人 懂不懂尊老爱幼 有没有同理心 我岁数可是比你还大 你跟我讲尊老爱幼 花卷头大姨不惯着他 那就是你的菜连账都没结 怎么就成了你的菜 两个人争执不下 店员轮着去劝都是无果 双方都像一点火就要爆炸的炮仗 瞪眼的瞪眼 跺脚的跺脚 两边都不甘示弱 大战从户土口水生了急 演变成上手推嗓 他们俩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谁敢上手拦 代理店长劝不动 吓得要报警 谁知电话刚掏出来 花卷头老太太就大喊着 都不用拦我 比她岁数还大 出了事算我的 我今天就要 置之这个老不死的 花卷头老太太胳膊肘一使劲 就把那姚立荣老太太 绝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花卷头老太太二话不说 就把她手里的矿夺了过来 不顾姚立荣老太太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嗷嗷的叫声 就冲到柜台前要结账花卷头 老太太一抹头发 扯了扯身上的冰丝挂子 对着收银员说 姐 我要脸 我比不得他们穷得来讨口子一样 我都里有退休金 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 不是所有老人都像这帮不要脸的一样 现在的社会就是被这群老不死的弄得乌烟瘴气 正值晚上七点半 全场打八折 花卷头老太太豪横地刷了自家儿子的卡 痛快地结了诈 她潇洒离去 留下姚立荣老太太坐在店里哭爹喊娘 肝打雷不下雨地扯着嗓子嚷花卷头老太太有意给我们店撑腰 也算是煞了煞这群爱占便宜老头老太的威风 经此一役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消停了些 日子收敛了不少 可他们很快又学聪明了 这个社会上不好惹的是少数 剩下的就全是些可以随便捏来捏去的软柿子 他们放晚了扎堆来店里的时间刻意闭着花卷头老太太出没的时间段 如果真的不凑巧碰上 就躲得躲 闭得闭 甚至还会从自己矿里专门挑出来几个 摆在货柜上 他们不敢惹花卷头老太太 那批凶神恶煞的人 就开始专门挑这些年轻人欺负带孩子的妈 租房子的上班族 还有看起来面善的男人 就连模样瞧着顺眼些的狗 进了我家店里都得被他们咬上一口 那天我刚赶回店里 就瞧着他们为难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宝妈 那个宝妈要买些牛肉和胡萝卜给宝宝做腐蚀 才逛了半圈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就像土匪一样闯进了店里 姚丽荣老太太和自己的老姐妹一看品项上好的牛肉进了人家的矿里 一下子就有些不乐意了 姚丽荣老太太一开始试图以德福人 劝说宝妈把矿里的牛肉让给自己 宝妈有些为难的婉拒了 她说道 咦 我好不容易赶着特价来买个牛肉 之前来了好几次都没买到 也是给宝宝做腐蚀的 今天这份就让了我吧 那边还有海鲜什么的也都是好东西 您再看看 一听宝妈说话客气有礼貌 姚丽荣老太太 眼珠子一转 嘴巴一歪 插着腰就开始刁难 依旧是搬出那套尊老爱幼的说辞 拍着胸脯 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这病没病 见宝妈依旧不愿意把牛肉让了她 她的说辞立刻生了急 老嘴皮子一张巴咧咧 仿佛今天不吃这个牛肉 马上就能要了她亲命 她身旁的老姐妹老哥哥们 还你言我一语的负荷 最后费尽了唾沫 耗完了耐心 撸起袖子直接就要抢孩子 在婴儿车里被他们吓得哇哇大哭 可怜无辜的孩子也要挨摇 利荣老太太地骂 吃什么牛肉 这么小吃牛肉咽得下去吗 也不怕噎死了 你这当妈怕不是要存心孩子自己的娃 宝妈气得掉眼泪 抱着孩子哄 不再吭声 缓嘴 由得他们拿走牛肉 当初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别说牛肉了 连牛屁股都没见过 我们都是苦了一辈子 都是挑好吃好喝的让给你们 现在你们也应该让给我们 给你吃就是浪费 我刚进门就目睹了这场景 她这一嗓子还没落地 我就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我一把挤开她 趁着她愣神的功夫 就把牛肉物归原主 还给了宝妈 我挡在宝妈身前 不等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开口说些什么 我掏出手机 反手就报了警 一看我打了110 他们一下子都傻了眼 面面相去 不吭声 我懂法 可现在依旧要装得不懂法 在电话里 我把事情夸张些 说得严重 说有人聚重闹事 要抢劫我们店 这一盆脏水 直接泼到了那群老头老太太们身上 他们缓过神就猙獰着脸 放你的屁 说谁聚重闹事抢劫你呢 我们是来买东西的 就是 我们可是来买东西的 上帝 我喊来一个店员 带宝妈去结账 转过头就指着他们一个个喊道 左右你们都是土埋到下巴的人了 这牛肉给你们吃了才浪费 吃了牛肉也治不好你们的脑子 治不好你们不要脸的毛病只会在大肠里变成屎拉出去 这才是浪费 我一把抢过一个老太太手里的矿就摔到了地上 矿里的东西零零散散撒了一地 我又说到说你们抢劫都是夸你们了 一个个和土匪一样 自己做出这种德性的事情 不想着给自己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积德吗 你们也不用跟我在这掰着大字 不认识几个警察总认得的 让警察来管你们就是了 警察很快就来了 看了监控又和几个店员了解了前因后果 一见到穿着蓝衣服 戴着黑帽子的民警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乖巧得像安纯 一个个排排站在那里 低眉顺眼 也不吭声 刚刚嚣张跋扈 呲牙咧嘴的气势 请客间荡然无存 我原以为他们这般不要脸 见到警察叔叔也必然会挺直了腰杆 里不直气也撞得撒泼依旧 可没想到他们现在却唯唯诺诺 连大气都不敢出 店里没什么损失 更何况全场打折的事情 本就是店里的规则 这也是我家店一直选择地理位置 开在中高档小区附近的原因 我们内部测算过 这种营业方式并没有什么问题 逐步打折 用于区分愿意付出溢价 和愿意用自己的时间便利换折扣的顾客 购买力不强的客人 没那么在乎菜心不新鲜 更在乎菜的价格 而购买力强不在乎价格 只在乎便利性的客人付出的溢价 也完全弥补掉折后损失的成本 只是人性的恶意 对于那一块两块的 便宜可以是无穷大的 警察也只是装装样子教育他们 煞有其事地给他们子女打电话 各自把自家爹妈领回家去 之后也就到此为止 事情不了了之 他们走后 警察也劝我说 这几个老人平时横管了这附近好多家店 都是这么搅和黄的 当初拆迁的时候 这几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刺头警察说 可你家开门做生意是选择不了客人的 你们店的这种营业方式是好 我家里人也常常来买 但他们三天两头就来闹 我们也只能口头批评教育下一下 实际上你也清楚 我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店已经开了起来 何况除过这几个变态老头 老太太店里的生意算得上是很不错的 我不甘心由着他们这样把生意搅黄 于是和我爸商量 着想想办法 因为是连锁店 这种营业方式本就是我家店的宣传手段 现在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贸然改变 恶人还得恶人魔 我经过几天挑选 专门选了几个不好惹的凶神恶煞大姨在店里站岗当收银员 排班至分上下午 不怕成本高 主打有仇就报 一开始 效果显着的惊人 那几个大姨虎背雄腰 瞪着同龄一样的眼睛 好像X王射线 他们的提成和营业额挂了钩 眼下比谁都要痛恨那几个断他们财路的老头老太太们 一到点 老头老太太们照常像土匪一般进了我家店 店员换了几个人 他们还没仔细瞧 倒是先隐隐约约觉得店里的氛围不太对劲 他们没放在心上 挑选完正 一屁股坐下 准备等到十一点再结账的时候 柜台那边就传来惊天地气鬼神的一嗓子 干嘛呢你们 这是你坐的地方 这中气十足的一嗓子 哪怕知道不是在说自己 听到了也要本能地哆嗦一下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寻声望去 瞧这店员换了人 那模样看着就不好惹 不想直面和这个刺头硬碰硬 也就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 可还没待够半个小时 黑脸大姨又开始喊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催了他们二十多次结诈 他们不愿意接 黑脸大姨就开始变着花样地骂街 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 毫无逻辑 句句骂人不带脏字 嘴皮子快得像打快板 梯里啪啦问候了他们祖宗十八代身体是否健康 这会轮到老头老太太们 脸都憋青了 也嘴里也挤不出来半个字 老头老太太搬出尊老爱幼硬套公事说要报警 黑脸代仪开始胡舟 报警好 我去年刚放出来 把你胳膊腿都卸了 能背叛几年 只告诉你 别让我再出来 再让我出来把你全家的胳膊腿也都卸了 老头老太太们还知道害怕两个字怎么写 闭着嘴巴装聋作哑 他们赖着不结账 黑脸大 一左一右像黑白无常 直接抢过他们矿里的东西摆回去 前脚摆他们 后脚抢大姨们像遛狗一般耍得他们团团转 把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等到再有客人来买东西时候 戴姨就问结账的客人 还有牛肉 鸡蛋什么的 你要不要 货柜上空无遗物 客人环顾四周 茫然点头说要 戴姨一听 立刻挽袖子就从那群老头老太太们的矿里抢了回来 扫码结账 一气呵成 姚立荣老太太气歪了嘴 坐在地上嗷嗷直叫 懂不懂 先来后道懂不懂 尊老爱幼 有没有功德心 有没有同理心 老头老太太们 屡战屡败 越挫越勇 大脑皮层抛光的好像没有一丝褶皱的脑瓜子 想不明白大是大非 也不通人情世故 道德素质 可却存了满满当当的坏水 他们机灵 见店员 不好惹就还是老样子挑软柿子 顾客下手 店里不能久待 那就转移战场到店外 他们也不在店里傻等了 每天从七点多互相大眼瞪小眼 等到十一点 再有功夫折腾身体也经不住 索性他们改变策略 晚上早早吃过晚饭 就来店里先挑东西 挑完一个就在鸡脚嘎拉里一发 然后挤在门口的小广场上 跳广场舞 他们音响声音开得很大 动刺打刺 狠狠敲打着别人的骨膜 吵得人头痛欲裂 嗡嗡作响 原本他们跳广场舞是在外面的大广场上 现在因为我家店开业 他们每天来这里蹲点 已经快两个多月没跳过广场舞了 现在能重操就业 一个个都格外精神 黑脸大姨一开始只以为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他们学乖了 来转悠一圈 什么都没买就老老实实地出去了 在外面跳舞也就跳扰了民 自然有别人来收拾 这一跳直接跳到了晚上快十点 有大爷拿着大喇叭在楼上喊了一嗓子之后 他们这才不情不愿地避了音响 接着他们又在外面唠嗑 东家长 李家短唠 到了十比五十九 黑脸大衣越瞧越不对劲 谁知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十一点一道 那群老头老太太 马上撒鸭子乌泱泱闯进店里 不知道从什么鸡脚嘎啦 搬出满满当当的矿 挤在柜台前就结账 见大姨骂街 他们这下可来了 精神可有了理 那咋了 我们可没在你店里影响你开门做生意 这是先来后到 我们先到先得 你就是一打工的 要的也不是你的钱 掏的也不是你的兜 你这么卖命 人家又不会多你一分钱工资 他们当然不知道所谓的提成 大姨们也深知掰扯这些道理 他们也听不进去半个字 他们七嘴八舌还嚷嚷着你们店可是说不卖隔夜菜 这下你不接也得结 你要是把东西扔了 我们就投诉举报你浪费粮食 就是就是 还不如一折卖给我们 我们还愿意掏这个钱 你们也是减了便宜 要不然我们一毛都不会掏 大姨们没了办法 无奈结账 依旧是两三斤的牛腱子肉 十块钱买走三十个一盒的土鸡蛋 五块钱买走什么龙虾 海鲜 上海青小白菜 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 黑脸大姨们恨得咬牙切齿 不由地对我家店生出几分同情来 之后的几天 大姨们都格外卖力气 可店那么大 来来去去都是平时注意不到的死角 他们还专挑店里忙不过来的时候 趁着大姨们不注意 把挑好的菜在鸡脚嘎拉里一藏 谁能发现得了 哪怕是抓住了他们的现行 他们也会乖乖地撇下矿出门 等到你在一个不注意 他们就卷土重来 他们在门口跳广场舞 可不是白跳的 一个个身长的脖子都在往窗户里看 要是发现有人敢拿他们的菜 一个箭步就冲进去追着人骂些什么尊老爱幼 先来后到 你没格局 没教养 这场猫抓耗子的游戏 大姨们已经竭尽全力 可没有三头六臂 难免放了些漏网之鱼 店里的营业额也因为这几颗老鼠时 算不上倒闭破产 也算持续低迷附近的居民怨声载道 抱怨声四起 有因为他们跳广场舞 吵得几天没睡过好觉的 也有好不容易下班 想来店里挑特价菜 只能两手空空的 许多人把怨气告去了物业居委会 想亭亭里找人管一管 可压根没人能管得了他们 找警察的 找警察 告居委会的告居委会 骂街的骂街 轮着一圈下来 他们稳如泰山 气势更是嚣张 他们眼下也看明白了 什么找警察物业告居委会的都是假把事 以老卖老这一招永远都不过时 除过法律 放到哪里都是王闸那群老头老太太们抢来菜 在家里放坏了都吃不完 可就算是自己吃不完 也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 但这样下去 白白浪费也不是办法 再便宜 那也都是真金白银 花了钱的他们 还衍生出了新的发家致富产业链 专门建了一个群 他们把晚上蹲点一折抢来的菜 在群里按九折卖 要赚差价 大友要和起火来 再开一个老头老太太生鲜超市的架势 此举一出还没等我家恼羞成怒 他们就引来了群众们的口诛笔伐 楼下生鲜超市的菜不用抢 便宜卖 家里冰柜放了一碗都是新鲜的 原价二百多的牛肉 一百九十成心 一口没冻 有一连细 还有豆角土鸡蛋 轻鱼什么的都一口没冻过 便宜卖 保证新鲜 张改莲你有病吧 还有你这样搅和别人生意的狗屁的新鲜 那菜惊了你的手 一股臭味 我怕吃了上土下蟹把我们堵死 别人说开店做生意要有资格挣 他才不管你资格挣什么的 说自己又不开店 美其名曰只是出二手闲制菜 受不了了 这个世界真是疯了 你们爱买不买 不买别胡说影响别人买我的 反正我这可是特价 你们去店里也只能原价买特价的菜 我让你们连菜叶子都抢不到 大家都气昏了头 一个个跑来找我 让我想想办法 事已至此 我和我爸一合计 索性就把营业方式改了 连锁店其他店都不变 只是这家改打折的方式照旧 但是每隔半个小时降一折的时候 有专门员工挨个给菜打单 七点就挨个给菜打九折的单子贴标签 八点就打七折的单子 以此类推 这样他们贪便宜 提前塞进矿里的东西 没打折就只能按原价买 这个消息告诉了家家户户 可大家都颇为默契地 平地了他们几个老头老太太 他们毫不知情 第二天赵就来店里扫荡 扫荡完放鸡脚嘎啦 就去跳广场舞 等到十一点半达一辙 他们美滋滋地进了店 挤在柜台要结诈 黑脸大姨瞧着他们 一个个仰着下巴 抱着胳膊得意洋洋的样子就想笑 大姨挨个扫码 问要不要塑料袋的时候 姚立荣大妈还在喊 给我来个最大好的 大姨笑得歪了嘴 一报数九百八十六块五毛 有没有会员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全都傻了眼 姚立荣老太晃了晃脑袋 又掏了掏耳朵 瞪圆了眼睛 问是多少钱 大姨拔高了嗓门 九百八十六块五毛 姚立荣老太连忙嚷嚷直喊停 又重复了一遍 多少 得到的回答还是九百八十六块五毛后 说时迟那时快 姚立荣老太差点拔地越起两米高 连连后退惊叫 怎么可能 你眼花了吧 你现在可是打一折的时候 你这卖金子的原价要一万块钱 一旁的我早有防备 拿出提前放好的一盒鸡蛋 上面清清楚楚贴着一折的标签 我摆正了神色 一字一句地说 从今天开始 店里每次打折都会贴标签 一律按标签上的时间算 你这些东西都没标签 可不是得按原价买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眼睛一个比一个瞪得圆 脸上五花八门 什么颜色都有 几张老脸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最后变成如锅底般结结实实的黑 相比于他们 所有店员脸上的笑容都格外灿烂 姚丽荣老太慌了神 触电一般丢掉手里的框子 吵吵嚷嚷说不买了 剩下他的几个老姐妹、老哥哥们也都如法炮制 不买了不买了 你们这就是坑人的 哪有这样 挖好了坑 专门让人往里跳的就是黑店 剩下的事就不归我来管了 黑脸大姨们 身安齐拿树 左手按一个 右手抓一个 骂街的骂街 报警的报警 双管齐下 这群老头老太太叫苦连天 呜呼哀哉 最后还是得不情不愿地掏了钱包 结了账 越贪心的人 此时就付出的越多 人心不足舌吞向 多行不易避自闭 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些大爷大妈就是素质低 觉得开门做生意 难免会遇到这种贪小便宜的人 既然害怕被人占便宜 那为什么还要定这种营业模式 为什么还要开店 可这不是素质的问题 在街上随地土壇 随地大小便之类的 那才叫素质问题 而像这些大爷大妈 单纯就是坏 又贪又坏 自私自利 他们根本不是没钱 从前村里的拆迁户 家家户户都分了房子 分了拆迁款 能有多穷 他们就是计较这些便宜 就算你的营业模式无懈可击 就算你明码标价 可他们依旧有各种各样的说辞和借口 造谣 诬陷 诋毁 耍赖 无所不用其极 你有张良记 他们有过强踢孙子兵法三十六记 被他们在坏心眼和占便宜上用得炉火纯青 咽过拔毛瘦走流皮 哪怕是绿皮火车路过都要被扒掉一层铁皮来按时间段打单的方式颇具成效 一开始他们还咬牙切齿不愿意硬生生吃下这个哑巴亏 一折的特价菜抢不到那就抢五折的 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造谣 泼脏水 走街串巷四处驱去我家店里的东西这不好那不好的 可是他们渐渐地发现我家店的生意好得简直离谱 有了这么一整治 家家户户都想着给我撑腰 丝毫没见他们嘴里要倒闭的势头 反而生意更是蒸蒸日上 几个老头老太太气歪了嘴 又心生一计 既然自己不能提前进去挑 就拦着不让别人挑 等到十一点 他们再进去洗劫 但他们这个计划刚实施半天就告吹了 根本原因是他们忽视了群众的力量 他们堵在我家店门口 影响我家做生意 都不等我们店员报警 左邻右舍就先报了警 花卷头老太太组织着众人要和他们一决高下 声势浩大 场面壮观 花卷头和姚丽荣的EVEPK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大爷大妈的车轮站 车轮站没一会又变成了男女混站 姚丽荣老太太那边寡不敌众 一个接一个地败下阵 还有警察呵斥警告 不愿意落得一个聚众闹事的罪名 无奈只得鲨鱼而归 花卷头老太太不费吹灰之力大声 姚丽荣拉着我的手向我连连作宝 你大妈和你说掏心窝子的话 你别怕 这店你可得开下去 便宜实惠 家家户户都喜欢 他们要是再来闹事 你大妈就带着老姐妹老哥哥们来给你撑腰 她开了枪 人群里接二连三地冒出声音 就是最近的菜市场要十公里 还只开上午 每天买个菜多不方便呢 起早贪黑的一把老骨头了 哪能惊得住这么折腾 张改莲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了 搅黄了好几家卖菜的不说 现在还要来搅货 为了那几块钱的便宜 要耽误这一片人的生活 花卷头老太太的行动力报表 反手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让我有事就给她打电话 她会喊一车面包人来给我撑场面 可还没等那几个老头老太太卷土重来 他们内部就先出了矛盾 按时间段打单的新规定 让他们必须跟在员工后面 抢员工贴了标签的东西 这下他们内部之间可就出现了竞争关系 来得早 没折扣货品到齐全 来得晚有折扣货品 参差不齐 那天 他们又组团约好了打七八折的时候来 正好赶在最后一波客流量高峰前 结结实实能占最后一点小便宜 黑脸大姨在前面挨个打单 他们一个个就跟在屁股后面抢丸子头 老太太刚演几手快 抢到最后一盒打单的下 姚立荣老太一见痛失所爱 立马就没了什么好脸色 可碍于是自家内部人员 不能撕破脸 纵有不满 也只能鲜艳尽肚里 但没成想 丸子头老太太就和开了加速挂一样 前脚黑脸大姨打了单 后脚她就开了闪线 一把夺走 这么一来一回又一来一回 如此往复 姚立荣老太太终于爆发了 她一把推上丸子头 老太太扯开了嗓子就嚷嚷道 你有完没完了 你都拿了多少 马上大部队就来了这么多人 怎么就你这么不要脸 只知道自己占便宜 同事煮在一锅的菜 谁也不是什么好萝卜好土豆 丸子头老太太不甘示弱 一撑胳膊 马上就推了回去 吵吵道 你自己抢不着关我啥事 东西放在眼跟前 我又没拦着 不让你抢丸子头 老太太撇着嘴瞪了她一眼 他们两个在这吵着 一眨眼的功夫 黑脸带一缸 贴好标签的牛肉 马上就进了一个歪嘴老头的豆 哎 我说你 这下好了 所有人的战斗欲在此时此刻 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你推一把 我骂一句 这扮一脚 那脆一口 他们的战士如火如荼 赶在彻底大爆发前 黑脸大仪颇有先见之名地 把他们一行人挪出了殿 果不其然 姚立荣老太太当天夜里就不知道被谁推了一把 这一推本不要紧 但她急火攻心 气得直发抖 脚下也不稳 摇摇晃晃一脚踩了空 直接把脚崴成了骨裂 被送去了医院 骨裂了原本也不要紧 谁知一检查 竟然查出了肾积水 原先她有肾结石 因为有些严重 再加上年纪大 但医生建议她做手术 她不做 她非要说听哪个大夫说 自己没事 跳一跳尿出来就好了 结石当时是跳出来了 但没完全出来 这下肾积水 可是结结实实 要动刀上手术台的了 医药费走医保报销 还总共花了四千多 她儿子儿媳妇 平时工作就忙 天天她还在这添乱 眼下更是憋了一肚子气 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贪小便宜吃大亏 丸子头老太太 听她出了事动手术 以为是自己差点闹出的人命 吓得在家龟缩了好几天 不敢出门 他们内部转眼就损失了两元大价 而剩下的都是虾兵卸价 不成气后 这套离荐计实施还不到一个礼拜 他们内部个个都反目成仇 他们把对我家店的气通通撒在了昔日的同胞 老姐妹 老哥哥们身上 甚至为了买到便宜又更好的菜 不惜在打九折的时候就来扫大 哪怕自己没占到多少便宜 也绝不给他们留活路 可折腾了没几天 自己的退休金就霍霍不动了 亏了他们的福 我家店从此以后算是彻底解决了心头大患 生意也步入正轨 每天的营业额都很不错 黑脸大姨们数提成数到手软 月底的时候更是发了奖金 笑得何不拢嘴 他们对着我直夸 这法子好呀 你之前还总担心 人工怕按时间段打单的活太累 这类点算什么 那群老东西再也不敢来了 快要十点 我们已经准备闭店了 现在店里的东西根本等不到十一点 就会全都卖完被人挑剩下的烂菜叶子们也会一起打包好 有专人来收 大姨们一边收拾一边和我唠嗑 听说这附近马上要开家卖保健品的 你们知道不? 啥保健品还能有啥呀? 专门糊弄老头老太太们的东西 吃了至百病呗 不都是这套说辞 早晨喊人去听客领鸡蛋什么的 说是天天去 天天能领 只要动动手扫扫码 可天上掉馅饼了 哪有这么好的便宜 天天给你占的卫生一打 扫完 灯衣关卷 闸门一拉 这算是闭了店 如黑脸大姨们所说 没过几个月 这附近就开起来一家专卖老年人保健品的 店面不大 没怎么装修 门口都摆着产品盒子 开业那天 十里八乡的老头老太太们 听说能免费领鸡蛋 就都来了 刚开始只是听听客 就能免费领鸡蛋 后来就要他们挨个扫码 也不知道扫的什么码 就在给一盒价值388的产品体验庄 那家老板是个女人 看起来和和气气 低眉顺眼的 一口一个直喊 老头老太太们 爸爸妈妈一听要扫码花卷头 老太太马上就不干了 按着手机质问那女人 你这是扫的什么码 要注册什么账号 那女人笑了笑 蹲在她跟前 洋妈妈您别急 我们这都是正规门店 扫码注册的 是我们公司会员的账号 这会员账号 可是要消费满2800才能注册的 但是 我家出到宝地 见到各位爸爸妈妈们格外亲切 所以特地和上头老总申请了十几个名额 这样 爸爸妈妈们以后在咱家买产品就能享受内部的折扣 价值2000多的东西 只要1000多 姚立荣老太太大病出狱 就特地赶来占便宜 一声爸爸妈妈 哄得他们几个眉开眼笑 两只耳朵只听见2000多的东西 现在只要1000多 而且名额还有限 马上就洗上眉梢 那女人见花卷头 老太太无动于衷 马上就一脸伤心说道 我们都是正规门店 有营业执照的 我把你们当亲爸妈看 没想到爸妈却对我这个女儿不满意 姚立荣老太太一屁股撅开花卷头 老太太把自己的手机递了上去 她笑嘻嘻地说 大闺女大妈不怎么会使手机 只会弄个微信 你帮忙给大妈注册一个 他们只会扫兴 这便宜他们不占 我们占一个 和她昔日的同胞老哥哥 马上地就附和起来 高低尖老头见缝插针 也掏出自己的手机 没错 大闺女 他们不信你 我们信你 你喊我一声罢 我就拿你当亲闺女看 花卷头老太太 在社区里挂了个闲职 平时没少接收反诈的洗礼 现在看到这操作 马上就呼吁 大家别冲动扫码 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到时候信息泄露 卡里的钱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民事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也跟着提起警惕 那免费的试用装也不知道来路 索性凑热闹领个鸡蛋 也算没白白做一上午听课 大家走得走散的散 唯独平日里那几个爱占便宜来我家店里闹事的老头老太太们偏离大部队 自告奋勇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都享受VIP待遇 不过这个待遇可不是普通的VIP 是VIP诈骗的待遇 他家店红火了一个礼拜 突然在一夜之间就人去电空 那天晚上我照旧看店 和几个黑脸大姨都是真真切切看到他们紧锣密鼓地把店里的东西都搬上了大卡车 这一夜蒸发的操作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又傻了眼 有的说自己卡里的钱少了一万多 还有说吃了保健品 结果病越来越严重的 他们上门讨说法 店里空空荡荡 事已至此 姚立荣老太太还不相信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他站在店门口 汗流加倍 掏出手机 眯着眼睛连拨了十几通电话 可电话那头都是无人接听 他的脸一下子惨白如纸 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的钱 我还用了我儿子的两万块 他说充值了 啥时候都能用 还能反力赚钱 这 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的场景格外惨淡 几个老头老太太抱头痛哭 挨个给儿子女儿打电话报警 打不通的就自己去派出所诈骗 这种事层出不穷 本就抓住了爱贪小便宜的心理 贪心这种事无可厚非 一块两块只是薅羊毛的乐趣 但失了理智 钻了牛角尖 就会酿成大祸 黑脸大姨一边嗑瓜子 一边点平 鼻涕眼泪甩了满地的 姚立荣老太太则也是孤家寡人 他们这几个儿子女儿都不亲近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作孽 老了子女们不愿意管 只管有吃有喝 给点钱就行 别都怪子女 有些老人就是那样 哪怕样样不缺 骨子里的恶劣是变不了的 我笑了笑 认知程度决定了上线 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句话我们都听过 可类似的闹剧好像每天都在上演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无论什么总要付出代价 那些灾祸完全是由自己招来的 一丁点都怨不得别人 有时候免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哥 你给我卡上赚五十万干嘛 我正洗碗呢 看到短信吓了我一跳 没啥 哥要结婚了 你要结婚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 可是你结婚给我钱干嘛 应该是我给你准备红包啊 小凤是一家餐厅的洗碗工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昏暗的后厨里 和数不清的盘子 杯子 碗筷打胶道 手上总是沾满了洗洁精 衣服从来就没有干净过 就连端菜的服务员都看不起小凤 服务员起码穿着干净的工作服 收拾得妥妥贴贴 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 运气好的话 还有可能被男客人相中 至于是做老婆还是小三就不一定了 哥 你啥时候结婚 我跟老板请假 我得去参加你的婚礼 后厨里很乱 服务员们把端来的盘子连同残羹剩饭直接往桶里一丢 甩手就走了 剩下的都是小凤干 快了 下个月六号 小凤跟你商量件事 婚礼你不要参加了 什么 哥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爸妈死得早 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电话那边沉没了好久 小凤 你嫂子家里条件特别好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你能不能给哥一个面子 你别来了 太 太丢人了 小凤呆住了 后厨的水池前 有一块污浊的镜子 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蓬乱的头发 脏兮兮的衣服 粗糙红肿的双手 地地道道的农村打工妹模样 哥哥是名牌大学毕业 自己未来的嫂子肯定光鲜动人 自己这样子确实太丢人了 可别人说就算了 这话竟然是从唯一的哥哥嘴里说出来的 干嘛呢 赶紧干活呀 餐具都不够用了 照什么镜子呀 你瞧瞧你那模样 老老实实刷碗 还想着野鸡变凤凰是吗 领班劈头盖脸蓄了一顿 小凤不敢顶嘴 赶紧低头马里地刷起来 他刚来到城里那年 只有十五岁 因为还没有成年 他跑了很多地方 大家都不敢雇佣他 他花光了身上仅剩的三十块钱 饥饿难耐之际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走进了这家餐馆 老板看他可怜 就收留了他 反正这家餐馆不大 小凤又只是在后厨刷碗 没人会留意到他 这一刷就是六年小凤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一千五百 几年之后涨到了两千块 没有保险 没有提成 工资到手之后 小凤几乎一分不花 全都转给了自己的哥哥 他吃在餐厅 住在餐厅 从来不逛街 不买东西 而他的哥哥在另外一座城市读大学 哥哥的学费 生活费都是靠小凤来接济 小时候家里生活虽然比较辛苦 父母为了多赚点钱 选择了上山去采草药 这是一份辛苦而且危险的工作 强子 小凤 快回家去看看你们的爹妈从山崖滚下来了 一天放学之后 邻居跑到学校门口 着急地在人群中找到兄妹两个 两人跑到家 妈妈已经断了气 被乡亲们放在了门板上 浑身血迹斑斑 爸爸奄奄一息 强子 小凤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快考大学了 强子 你一定要好好考 一个小时之后 救护车才姗姗来迟 父母已经先后闭上了眼 我不去上学了 我进城打工 处理好父母的丧事 强子把牙一咬 回屋准备收拾行李 爹妈不在了 家里没了经济来源 办丧事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那一年 强子读高三 小凤读初三 还有半个月 哥哥就要高考了 不行 哥你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学习那么好 一定可以考上的 我去打工赚钱吧 两个人争执起来 强子不放心 妹妹进城去打工 她是一个女孩子 长这么大 几乎没有离开国家 哥 你是咱家的希望 也是父母的希望 你要是考不上大学 咱们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你忘了爹林死前说的话了吗 你想永远困在这山沟里 一辈子放牛种地吗 强子不希望过这样的日子 也不希望妹妹过这样的日子 种地太苦了 手上磨出一个个血泡 干一天活回来 躺在炕上浑身都疼 就这样 哥哥走进了考场 妹妹坐上了长途车 哥哥很争气 考上了省里的名牌大学 可学费需要一万两千 在亲戚邻里面前求了一大圈 也只凑了五千多 妹妹听说之后 跑到餐馆老板面前 把自己的身份证 行李箱都押给他 预知了半年的工资 他把这些钱都给哥哥转过去 终于凑齐了学费 生活费 哥哥还给自己买了一身像样的衣服 哥 你好好学习 我在这边都挺好的 老板对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吃东西 别舍不得花钱 别让人家瞧不起咱们 夜里小凤偷偷用餐馆的座机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 而他自己从来舍不得买好吃的 店里的服务员经常看到小凤常偷偷捡垃圾桶里的肉丸子 肉片吃 没办法 虽然在餐厅里工作 可平日里的伙食基本都是白菜 冬瓜 土豆 哥哥大婚的日子到了 小凤在长途车站下了车 他足足坐了五个多小时 常年劳累不见阳光 使得小凤看起来就像三十多岁 皮肤粗糙 脸色暗淡 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衣服 这身衣服还是别人扔到垃圾桶 小凤自己捡回来的 他用的手机是老板娘替换下来的 就手机屏幕碎了好几道 哥 我不会打扰你的 我偷偷看一眼就走 你过得幸福就行了 这次来之前 小凤没有给哥哥打电话 虽然哥哥给他的卡里打了五十万 可小凤一分钱都没动 他已经养成了尽量不花钱的习惯 小凤偷偷来到了婚礼现场 因为舍不得打车 他在路上浪费了很多时间 婚礼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现在请新郎为新娘带上钻戒 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的掌声在哪里 小凤混在酒店服务员的身后 根本没有人留意他点起脚尖往台上看去 自从哥哥上班之后 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是自己的哥哥 真的是他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 一尘不染 他手捧钻戒 单膝跪地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漂亮的新娘 身穿淡紫色的婚纱 宛如一位高贵的公主 小凤的心狂跳起来 似乎比台上的新娘还要激动 眼泪充盈了眼眶 他和哥哥并不是亲兄妹 他们的爸爸妈妈是二婚 妈妈带着小凤 爸爸带着强子 重组了一个家庭 他和强子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有些话 小凤把他深深地埋在心底 这辈子都不会对别人讲 如果台上的那个新娘是自己 那该多好啊 哪怕只是偷偷幻想一下 小凤都会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 这个场景从小到大他幻想过无数次 今天他亲眼看到了 可惜主角不是自己幸福的新郎 现在你可以亲吻美丽的新娘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祝福你们 小凤不忍心再看 躺着泪水转身离开了 哥哥 希望你永远幸福 你何必转五十万给我呢 我供你读书 因为我们是兄妹 因为我爱你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回报 小凤的手机上保存着哥哥的信息 小凤 我结婚之后就要和你嫂子到加拿大去居住 以后我们恐怕很难见面了 这些钱留着结婚买房子用 小凤是这样回的 哥 去国外花钱的地方更多 我还是把钱给你转过去吧 我过得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我 回到餐厅之后 小凤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直接去了银行 您好 我要往这个账号上转五十万 这个账户的户主 你认识吗 确定赚这么多吗 一听五十万这个数字 银行的工作人员好心提醒 怕这个小女孩被人骗 我认识他 是我哥 您赚吧 小凤无数次地给这个卡转过钱 卡号早就倒背如流了 对不起 这张卡的主人已经把卡冻结了 转不了钱 冻结了 怎么会冻结了呢 您不会看错了 不会的 小妹妹 冻结账户必须本人拿着身份证到银行才能办理 你跟你哥联系一下 看看是怎么回事 小凤拨通了哥哥的电话 打了好几遍都没有人接 他猜想 哥哥今天大婚肯定特别忙 或者他不希望自己去婚礼现场 看到是自己的电话 压根就不想接 哥 看到信息请回复我一下 你到底怎么了 兄妹一场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几天后 哥哥终于回了信息 小凤 以后咱们别联系了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妹妹 五十万足够还你的恩情了 咱们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 余生不见吧 这件事情搞得小凤心烦意乱 好几天都心神不宁 小凤今年二十一岁了 老板打算让他做服务员 还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是饭店里的一名厨师 小凤却都拒绝了 继续把自己埋在碗筷堆里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半个月后 小凤辞职了 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 去找自己的哥哥 他还是放不下 他要找到哥哥 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哪怕哥哥让他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他也要当面听他告诉自己 嫂子 我是小凤 我来找我哥 小凤到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哥哥的家 他认识哥哥的好几个大学同学 小凤 怎么是你哥 他嫂子 我哥怎么了 他不见我师吗 我就是想问问他 问为什么 难道有我这样的一个妹妹 就这么丢人吗 我问完就走 不会弄脏你们的地方 嫂子看起来是一个很温婉 很贤淑的人 他的眼神中并没有任何的轻视 小凤 你哥哥不是这样的人 只是他已经死了 没办法来见你了 话还没有说完 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什么 我哥死了 你们才结婚半个月 这玩笑 怎么能随便开呢 小凤设想过无数结局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答案竟然是这个 是的 你哥结婚的时候 已经是血癌晚期 当天夜里就昏倒了 好不容易抢救过来 只是勉强撑了几天而已 小凤这才记起婚礼那天 哥哥看起来很憔悴 行动迟缓 不像小时候那个生龙活虎的哥哥 都怪自己太粗心 还以为哥哥是操劳过度 如果当时自己不走 还能多看哥哥几眼 小凤 你哥走到时候 嘴里一直念叨你的名字 我问他 要不要通知你一声 他不让 他希望你永远不要知道这件事 哥哥为什么强子 为了让妹妹过上好日子 没日没夜工作 严重透支了身体 他知道自己十日不多 就把这几年的积蓄 都转给了妹妹 而他的女朋友得知这一切之后 非但没有埋怨 没有一走了之 而且不顾父母反对 坚持和强子办一个婚礼 他想让强子走的 没有遗憾 小凤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你想去哪 我也不知道 我从十五岁开始就刷碗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那个婚案的后厨 就是小凤的全部青春 你这么年轻 从头再学呗 我听你哥说你当年学习也特别好 你这么聪明 学什么都快 你留下来 我替你哥照顾你 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嫂子 朋友们 第一个故事讲完了 大家觉得哥哥做得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第二个故事 指人文 我继承了爷爷的纸杂铺 大伯一家来闹 说女孩子没资格继承 我冷笑 你家要大货临头了 还有心情跟我抢铺子 后来 堂哥出车祸 堂姐失踪 大伯哭着 求我舅舅他们一家 我也没办法 这铺子只有将死之人才能看到 我从小父母双亡 是爷爷将我带大 他死后前都给了大伯二伯 这间纸杂铺留给了我 我将爷爷的照片放在爸爸妈妈旁边 照例点上三支箱 那箱刚插进箱炉里 便灭了 爷爷有客上门了 我嘴里喃喃 重新将箱点燃 一转身 大伯一家已经走进店里 大伯父和大伯母 脸色善善地站在门口 堂姐背着新款包包 面色有些害怕地站在他们后面 堂哥胆子大些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私下打量着我们 找了你一个月了 你还挺能藏 我还奇怪呢 爷爷平日里最疼你 分家产的时候 怎么会一分钱都不留给你 原来偷偷给了你这么大一个门事啊 他语气带着轻笑 眼神却像是尺子一样 丈量这间店 走到一个纸扎的童女旁边 伸手拽了一下那童女的腿 纸人里面的竹蜜弹出来 吓了他一跳 什么鬼东西 他被纸人吓到 恼怒极了 使劲一拽 那只童女的腿就被拽了下来 我急忙上前阻止 堂哥 这些都是纸扎的 很容易坏 他不再搓磨那些纸扎 将那童女的腿扔到一边 大摇大摆地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大伯看他坐下 也跟着坐到他旁边 文文 你爷爷留给你这个铺子 你怎么没跟我们说过呀 大伯虽对我不好 但也是长辈 我恭敬回答 这铺子爷爷过世前就给我了 不算是遗产 听了这话 大伯母有些不乐意 他拿着手 轻轻在口鼻处扇了扇 像是闻到了什么难闻的味道 文文 你也十八岁了 该明白些事理 从法律上来说 老人过世 子女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从人伦上来讲 要继承 也是你堂哥来继承 没有理由给你一个女孩子的 我将地上女童的腿捡起来 细细地将竹灭重新塞回去 伯母 爷爷的钱都给了你们留个铺子给我 我觉得也算公平 大伯母被我对了 急忙用眼神示意大伯说话 大伯倾咳一声 眼是尴尬 你还小 这铺子还是交给我们打理吧 堂姐皱着眉 声音里满是对这间铺子的胸有成竹 这间铺子在商业街上 你怎么还开了个这么晦气的纸扎铺子 我看拿来开个服装店更合适些 我已经从服装店离职了 正好懂销售也知道货源 到时候赚了钱也少不了你的一份 我瞥了眼唐姐 她是大伯母的掌上明珠 从小就喜欢化妆打扮 但只喜欢打扮 却不用心工作 已经换了十几个公司 看来是想自己做老板了 唐姐 你的包很贵吧 爷爷留下来的钱能够你买几个包 唐姐撇了撇嘴 钱是爷爷留给我的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再说了 这不是已经在唐开服装店的事了吗 我有些生气地看向大伯 大伯该给你们的 爷爷已经给了 这铺子可不是你们能拿的 而且这个铺子只能做纸扎生意 别的都做不了 唐哥被我的话激怒 你这可是市中心的铺子 值多少钱你心里没数 这可比爷爷留给我们的钱都多了 什么该拿不该拿的 爷爷买了这个门市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 说不定还是拿了我家的钱偷偷买的 这可说不清楚 我不愿意再跟他们做无谓的争辩 大伯 虽说天机不可泄露 但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 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们一家就要大祸临头了 别跟我争这个铺子 哪怕我真的让给你 你也没命用 先前一脸伪善的大伯蹭地从椅子上坐起来 你怎么说话的 大伯母也不再温和 你爷爷刚过世你 就这么咒我们 你真的是一点亲情都没有啊 我从抽屉里拿出金剪刀 锋利泛着寒光 连胆大的唐哥都向后退了一步 你要做什么 光天化日的你还想对我们动手不成 我最看不上的就是唐哥这种人 只会嘴上逞能 只要别人稍微强硬一点 立刻耸得跟温机一样 我抽出一张泛黄的宣纸 快速地剪了个上衣 冲着唐哥比量了一下大小合适 在他们的注视下 从桌子下面拿出盆 将那纸衣服点燃 扔进盆里 火苗藤的升高 像洒了一把火药一样 火花四溅 吓得唐姐和大伯母转身便跑出去 唐哥看到我剪完纸衣 照着他比了一下 又烧掉了那衣服 一脸的不可置信 傅文问你什么意思 少在这装神弄鬼地吓唬我 老子可不吃你这一套 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啊 唐哥 这衣服我免费送你 你若是穿着不习惯 记得再来找我买新的 唐哥举着沙包大的拳头便冲上来 我站在那 手里握着剪子 不躲不闪 笑盈盈地看着他 他有片刻的迟疑 然后下一秒 就被大伯拽住了胳膊 文文 你现在把铺子拿出来 我还是会分给你一半 如果你执意独占 别怪大伯不讲情面 大伯母在门口瞪着我 你跟他讲什么亲戚情分 他都咒我们全家 还烧纸衣服给长青 真的是晦气死了 直接去法院 告他非法侵占 他不仅要把房子交出来 还要坐牢呢 大伯迟疑了几秒 像是等着我的答复 见我没有说话 一甩手 哼了一声 走出店门 堂哥不敢动 我却一脚踢翻了盆里 还在燃烧的灰 为烧尽的火星 落在门口的纸扎码上 那纸码也烧了起来 我看着烧起来的纸码 叫住了堂哥 堂哥 这码我可就不能送你了 你要给钱 竹灭 燃烧的琵琶作响 像是骏马奔腾时的马蹄声 堂哥冲地上呸了一口 你他妈有病吧 还跟我要钱 这可是你自己保管不当烧起来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这话 他突然愣住了 接着像恍然大雾般地笑了出来 你还说我倒霉 我看是你倒霉了才对 这可是商业街 你消防手续合格吗 你这可是有安全隐患的 说着他掏出电话 拨出一串数字 打了半天都显示没信号 他退出门外 终于打通 纸马已经烧到颈部 熊熊火焰炙烤着 堂哥抹了一把脸 得意地看着我 喂 这里有人当街纵火 请你们过来一下 他挂了电话 抱着双臂准备看热闹 纸马烧到了耳朵 我再次问 堂哥 你当真不给钱吗 堂哥笑得猖狂 你等着坐牢吧 消防车的声音 游远极近 我坐在椅子上 专心修补 被堂哥拽坏的 纸扎童女 一辆消防车 停在路边 几个消防员 从车上跳下来 谁抱得火警 堂哥谄媚地迎了上去 同志 是我报警的 这个纸扎铺 搞封建迷信 在房子里烧火 这严重威胁到 附近居民的人身安全 消防员顺着堂哥的手看过去 哪里有火灾 你是不是抱错地点了 堂哥一脸猛地愣在原地 舅妈急忙上前拉住消防员的手往屋里带 同志 这个女人刚才在烧纸马 你看这盆里还有灰呢 消防员被伯母拉进屋 几个消防员都跟着进来 堂哥跟在消防员身后进来 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消防员环似周围转身 面色凝重 你们这种抱假警的行为 是要追究责任的 这明明就是监控屋子 哪里来的纸扎铺 也根本没有火灾 堂哥瞬间变了脸色 他冲到我面前 用手指着我 就是他烧的 他不仅烧了纸马 还诅咒我说给我烧衣服 火苗都要窜上房顶了 这间屋子都要烧着了 几个消防员向堂哥围了过来 你是不是在耍我们 这屋子里除了我们几个 还有你的家人 哪里有其他人 这下不仅堂哥愣住了 大伯母也愣住了 大伯冲进来 死死地盯着我 堂妹的包都吓得掉到了地上 我将修补好的童女重新挂好 大伯 我说了 这个店不是谁都能经营的 大伯一家拼命跟消防员解释我的存在 可除了他们一家之外的人 根本看不到我 消防员面对癫狂的堂哥毫不手软 直接将他们一家 以滥用警力资源的罪名带走 我已经做好了跟他们对峙的准备 不过他们的时间不多 闹也闹不了几天 入睡后 我突然感觉身上一凉 紧接着腾空而起 我叹了口气 喃喃道 如如 你又调皮了 这次想去哪玩 当然没人回应我 因为如如就是今天店里被堂哥拽坏的指人 他有灵 却不能操纵屈翘 他跟我心意相通 让我的灵魂来操纵他的屈翘 如不会说话 但我能听见他的心声 你堂哥今天弄掉了我的腿都没有道歉 我真的很生气 如如操控着指人飞在空中 我用意念停在路上 如你是要对堂哥一家下手吗 你要知道 我们这样的人积累因得十分不易 哪怕再恨都不能害人 否则 害的只是我们自己 你现在害了堂哥 阴差马上就会来捉你 这样得不偿失 我话还没说完 一道车灯从路边的拐角处亮起 很显然车里的人也看到了我们车里的人急忙刹车 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饶事他已经刹车了 可还是冲我们撞了过来 这复制座的身子一下被碾碎 车也撞到了旁边的护栏上 坏了 如如 我们闯祸了 如如不敢再出声 我意念转动 正准备捏绝回到自己身体里 我想着马上回到这里 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来承担这场交通事故所该承担的责任 这时车门打开了 从里面爬出来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那人居然是我堂哥孙长青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大大的马蹄声响起 一匹高头骏马出现在路上 毛色发亮 肌肉分明 他毫不犹豫地从堂哥身上踩踏而过 本来在地上 他的堂哥彻底不动了 当马准备第二次踩踏的时候 一阵阴风吹过 两个阴差及时牵住了那匹马 才避免了二次踩踏 看见阴差来了 如如的意识深深地躲了起来 生怕被阴差发现 而我无处可躲 只好硬着头皮跟阴差打招呼 阴差大哥 这场事故是我的无心之师 希望您手下留情 阴差牵住那匹马 不断地翻着手中的笔记本 虽然那笔记本破烂不堪 可我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命 不 每个人的祸福阴德都是记在这里 阴差翻了一会 像是松了口气 这人阴德损得差不多了 你只是正好遇见他 阴节他可是酒驾 就算不撞上你 一会也会撞到前面的大树 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转而又想了想 那这匹马阴差拍了拍马 这马是你店里出来的 我点点头 又急忙补充 这马虽然是我店里的 但却是地上 这人引火烧的 而且他还没给钱 阴差点点头 嗯 欠了阴债 被讨债了也是正常 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 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走了 我点点头就准备回去 可是阴差并没有居堂哥的魂 而是准备带着马走 我疑惑地问阴差 大哥 这人都这样了 你们还不将他的魂带走吗 阴差认识我 我平日里也有孝敬一些衣物 所以他们也乐意跟我多说两句 这人生前做了坏事 他的业障没消完 所以即便阳寿尽了 也要在人间继续受苦 什么时候受的苦和业障抵消 我们才会来带他走 我毕恭毕敬地送走了阴差 同时心里也有了答案 不一会的功夫 救护车来拉走了堂哥 我作为魂体 一直飘到了医院 也见到了姗姗来迟的大伯和大伯母 堂哥在里面做手术 大伯母在外面哭 不一会医生从手术里出来 孙长青的家属在吗 有几份文件需要签署一下 大伯和大伯母急忙迎上去 大夫 我儿子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递给大伯和大伯母一份文件 首先病人失血过多 需要输血 肋骨踩踏骨折 骨头碎渣造成肺部严重损伤 需要上呼吸机 大伯母当即瘫痪在地 医生 我儿子是车祸 怎么会有踩踏伤呢 医生摇了摇头 表示不清楚 现在最严重的不是踩踏伤 而是他的腿骨粉碎性骨折 腿部肌肉已经被踩碎 没办法续接 只能截肢了 你们现在签一下截肢同意书 再耽误下去 出血止不住 病人可能会死亡 截肢大伯母熬的一嗓子哭了出来 然后昏倒过去 大伯父摇摇欲坠 却被医生一把抓住了手臂 病人家属 现在等着你们做决断 你们不能昏倒啊 赶紧签了手术同意书 大伯颤抖着接过笔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医生进去继续手术 护士过来将截伯母抬上病床 推着去做抢救 大伯虽然焦急 可却不能跟着大伯母过去 只能无助地守在手术室前 看着大伯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 我心中无比畅快 大伯 你感觉到无助了吗? 感觉到痛苦了吗? 上天是公平的 你拿走了别人的什么 就要付出对等的东西 不过不着急 你们家要还的债才刚刚开始 我捏了个绝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不再理这一家人 可有些事我不想理 他会主动找上门来 堂哥出事后的第五日 大伯和大伯母找上门来 孙文文 你跟我去警察局 我坐在椅子上 冷眼看他 大伯母 你让我跟你去警察局的理由是什么? 他拿出几张纸拍在桌子上 这是长青出车祸的事故调查书 经过调查和调取监控 你堂哥是因为这个指人才会急刹车 而撞上护栏 这指人分明就是你这里的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 你堂姐说来找你算账 现在他已经失踪三天了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对吧? 他态度盛气凌人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一样 我拿起那份报告扔还给他 大伯母 如果这场交通事故跟我有关 那找上门的就应该是警察 不应该是你们开纸杂扑的 又不止我一个 你怎么就能证明 现场的指人是我的? 再说了 你不认识字吗? 这上面明明写着 谭哥是因为酒驾意识模糊 才出了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该庆幸 谭哥撞到的是个指人 若是个真人 唐哥现在可就要坐牢了 大伯母见谎话被戳穿 也不再盛气凌人 反而拿出一副凄苦的样子在那哭 大伯态度好一些 声音很是委婉 你唐哥现在还在医院里 他被截肢 现在靠着人工肺呼吸 每天输血 住着ICU 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唐哥治病了 医生说后续还要很多钱 文文 你就当帮帮你唐哥 把这个铺子卖掉吧 你唐哥在医院等着钱救命呢 我冷笑着看向大伯 当初我父母亡故 他们留下的食品厂 也由你们接手 这些年靠着厂子 你们不是也买了几套房 爷爷也留下了挺多钱 不会都让唐姐买包了吧 大伯母当即反驳 那两套房 一套是你唐哥结婚要用的 一套我们还在住 都不能卖的呀 我气得站了起来 你们真可笑 不卖你们的房子 要卖我的 原来你们还在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大伯 我说过了 这铺子不是谁都能接手的 上次消防员的事情 你们还没看明白吗 说到这 大伯的脸色变得惨白 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 哦 对对对 文文 我们不打房子的主意了 你上次说 我们家要大货临头 紧接着你唐哥车祸 唐姐失踪 这一切 你是不是早就算到了 你是会算命 还是会看下 文文 看在我们是骨穴亲人的份上 你救救大伯 救救你唐哥和唐姐 大伯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 你帮我们破了这个劫难 我们全家都会感激你的 我松开大伯的手 冷淡道 大伯 我不会看向 也不会算命 我只是个开纸砸铺子的 也没什么本事 人的命运都是定好的 我也改不了 大伯不信 依然对我纠缠不休 窗外闪过一抹人影 我惊得从凳子上坐了起来 抬手示意大伯停止说话 指了指窗外 唐姐在门外 大伯和大伯母顺着我的手向外看去 唐姐孙长乐正在门外徘徊 她像是看不到我这间铺子 正在门外焦急地寻找 大伯父和大伯母向门外跑出去 奔向唐姐 我也跟着走到门口 大伯母抱着唐姐哭起来 《长乐》 你这么多天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都急死了 大伯也责怪表姐为什么不给家里打电话 表姐表情呆愣 眼睛明显失去了焦距 爸妈 我们先回家吧 我有办法就哥哥了 大伯母停止哭泣 你有什么办法回家说 唐姐拽着大伯和大伯母走 但还是回头看我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她的眼睛在寻找我 然而并没有看到我 怎么会这样 普通人看这间铺子 只是个空屋子 将死之人或倒霉走被孕的人 就能看到是件纸扎铺子 她前几天明明已经进来 而且能看到我人的命运 是不能改变的 除非没了大伯一家的骚扰 我过得很好 偶尔遇到生意 足够维持我的日常生活 爷爷死后 我学会了让自己平心静气地接受任何事 淡然生活 大伯一家自有他们的磨难 无需我插手做什么 他们也不会好过 就在我以为他们已经被折磨得没有力气来找我时 事情又发生了变故 二伯母光临了我的店铺 问问 怎么是你 你爷爷去世后我们都找不到你 原来你在这里 我大惊失色 二伯母是个温柔的女人 父母顽固后 她曾经想收养我 是爷爷拒绝了她 将我带在身边 不过二伯母会时不时地来爷爷家看我 给我带一些好吃的和一些女孩子食心的玩意儿 她是除了爷爷之外对我最好的人 后来她生了龙凤胎 两个孩子耗光她所有精力 渐渐地就不再来看我 但每年过年来看爷爷时 会给我包大大的红包 偶尔也会给我送东西 可她怎么会看到我的铺子 二伯母 你来纸扎铺子做什么 我的语气有些焦急 她像我小时候那样靠近我 小心翼翼地抬手摸着我的脸 问问 你是不是过得不好 怎么看着好像瘦了许多 说着说着 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掉 你二伯她快不行了 我本来是想逛街 给她买一些衣服 想让她体面地走 看到路边有个纸扎铺子 所以就进来 想提前定点等你二伯她说到这里 她再也说不下去 握着我的手 乌叶地哭了起来 问问 你跟我去见你二伯最后一面 她前几天能说话的时候 还说找不到你 没脸下去见你爷爷 我抬起二伯母的右手 以临时感知她的魂灵 二伯母精神稳固 身体康健 不会顽固 看样子 她是因为家中有要顽固之人而被带摔了气韵 才会看到我的店铺 我心下烧鞍 将她扶坐在椅子上 二伯母你稍等 我准备一下 一会就跟你去见二伯 二伯母点点头 靠在椅子上休息 我转身到后面香岸上点了三支香 上敬神明 下敬鬼叉 奉上功德为我解惑 我将香叉到香炉里 燃起的烟并没有向上飘散 而是直直地沉入地下 心中松了口气 这次是阴差听到了我的诉求 我的功德能保住了 无论是神明或者阴差 都可以帮人解惑 只不过神明要的是功德 阴差要的是钱 功德我很少 元宝倒是很多 拽出香岸下的铜盆 倒入一袋金元宝 点燃 我一袋接一袋地烧 当烧到第五代的时候 一阵阴风刮过 阴差出现在我面前 我上前行礼 鬼差大人 实在是有急事麻烦您 阴沙手里提着五个布包 那是我烧的元宝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是有什么事情这次给我这么多 我抿了抿嘴 叹了口气 您是忙 我也不跟您绕弯子 我二伯为人良善 待人和气 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 为什么会早亡 烦请鬼差大人为我解惑 阴差嘴上答应着 从怀里取出命薄翻找 看着看着面色一变 你二伯一生平顺 本该安享晚年 但不知为何被夺了寿数 我就知道是这样 心里明白 面上还要装作惊讶 怎么会呢 是被谁夺了寿数 阴差没有上我的当 他反应过来 这是不能说的 眨了眨眼 欲言又止 爸 这个你也知道 这个命不我 只能看不能改 至于是谁改了 用了什么手段改了 我也不太清楚 我有些泄气 命不在阴差手里 只要拿东西交易 他们是可以修改的 常言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谓介受 就是给阴差钱 让阴差把本来已尽的寿数再加一些 如果人人都加 那地府就没有鬼魂 所以 为了不被发现 一般给一个人加上 就要给别人捡去 这样才能达到平衡 这阴差知道只是不能说 因为知道是谁修改的 有些能人意识 就可以找到那个修改的阴差 责令他修改回去 我沉默不语 一副失望的神情 可能阴差觉得 拿了我许多元宝 有些不好意思 虽压低声音 我虽然不能告诉你 是谁改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二伯并非自愿 而是被骗的 送走鬼差 我拿出一把红伞 递给二伯母 二伯母 我现在跟您去见二伯 但我皮肤有些敏感 不能晒太阳 您能帮我撑伞吗 当然可以 二伯母接过伞 帮我撑起 记不清 已经多久没有走出过这铺子了 街角有几间店 已经换了新的经营者 路上行人匆匆 并没有人注意 打着红伞的我二伯 已经被接回家里 一进门 堂弟和堂妹都跟我打招呼 文文姐 你好久没来家里了 文文姐 越越好想你 堂妹孙长月 搂住我的腰 曾经天真不安事事的神情 已经被父亲即将过世的阴霾所取代 一如曾经的我 父母双亡 对一切都无知无觉 那时 二伯母将我搂进怀里 温柔地对我说 文文 别怕 一切都会过去的 二伯母会照顾你 会保护你 我回报了小堂妹 摸了摸她的头像 二伯母曾经安慰我那样安慰她 月月 一切都会过去的 堂姐会帮你 我从包里掏出剪子和宣纸 从宣纸上 剪下两个小人形状的纸 递给他们 这张纸你们带着 压在书里也好 放在衣服兜里也行 不要弄湿 要随身带着 堂弟和堂妹虽然不解 但也懵懂点头 然后一个放在书包里 一个放在衣服兜里 安顿好他们 我走进了二伯的房间 床上的二伯有了白发 一副油镜灯枯之像 二伯母用温水打湿毛巾 给二伯擦着脸 闻闻来看你了 这下你也可以安心闭眼了 说着眼泪便落下 忽然 二伯的心跳监视器发出警报 显示心跳缓慢 波动幅度越来越小 二伯母失声痛哭 但还不忘从手提袋里拿出衣服 闻闻 快过来帮我一起给你二伯换衣服 听说人死之前一定要穿上新衣服 要不然到了下面是光着的 你二伯一生要强 我不能让他在下面失了体面 二伯母话音刚落 心跳监视器的波纹 变成一条直线 刺耳的警报声向送别的哀乐 提醒着生命的失去 隔壁的堂弟堂妹 听见声音急忙跑了过来 爸爸是不是死了 堂妹泪眼婆娑 小心翼翼的表情 让人心疼 我在门口拦住他们安慰 只是机器坏了 姐姐要休一下 你们先回房间去 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哦 二伯母沉浸在悲伤中 并没有顾及他们 我急忙拿出包里的纸 捡了一个小人 咬破手指 在小人的背后画上一道 然后走到二伯身边 咬破他的手指 给小人画上眼睛 鼻子 二伯母被我的行为震惊到 闻闻你在做什么 我来不及解释 低声在二伯母耳边说 我在骗鬼叉 二伯母 你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说话 只管趴在二伯身上哭 二伯母不明所以 但也照做 我的话音刚落 一阵音风吹来 鬼叉出现了 他们伸手一抓 抓走了二伯身上的指人 那指人落地 变成了二伯的样子 二伯的眼睛 二伯的鼻子 但是没有嘴巴 当然不能给他画嘴巴 画了嘴巴 指人说话会露馅 两个阴差核对了一下 命不抓着那指人走了 我抓紧捡了另一个指人 咬破二伯母的手指 滴血在指人上 二伯母 你说你自愿将一天寿命送给二伯 二伯母已经被我一系列操作震慑到了 他没有问我原委 照着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将指人塞进二伯手里 三秒后 监视心跳的仪器恢复正常 报警声变成了规律的心跳声 二伯母不可置信地看着监控器 又用手探了探二伯的鼻息 紧接着冲我下跪 闻闻 谢谢你救了你 二伯 谢谢你说着就要给我磕头 我急忙上前 扶住二伯母 二伯母 您别这样 二伯只是暂时维持生命迹象 并不代表完全好了 二伯母稍微恢复了一些理智 擦干眼泪 神情坚定 闻闻 只要能救你 二伯付出什么 我都愿意 你刚才让我说 把寿命借给他 我是愿意的 你再让我重说 我把我的寿命都给他 二伯母 你冷静 寿数天定 不可随意更改 我刚才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二伯母 二伯本该安享满年 他的寿命是被借走了 我刚才画了个假人 骗过鬼差 但是骗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把二伯的寿命拿回来 如果不出所料 最近大伯家里的人来找过二伯 二伯母急忙点头 是的 你大伯来过 我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这一家人 二伯母 大伯跟二伯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接受这东西不是正途 所以必须要被借人自愿 或者被借人答应 我们现在知道大伯借手 我需要知道借给了谁 二伯母神色恍惚 像是在回忆当天你大伯好像是跟你二伯借过钱 他说 长青出示了需要钱 你二伯说先拿去用 兄弟间不谈借不借 你大伯却非要还 我不禁冷笑出声 大伯那么抠门的人 怎么会还不来抢 都算他有良知 手足七人的性命对他来说都是垫脚石 他怎么可能会有良知 二伯母终于想起来 对了 你大伯还写了个欠条 非让你二伯签 你二伯拗不过他就签了 我在心里算计了一下 如果大伯要给自己借受那哄骗 二伯答应说出同意借就行 如果是写在纸上 那定然是帮孙长青借的 二伯母气愤难当 我这就去找他们要个说法 我急忙拦住气冲冲的二伯母 接受 这件事不是普通人能做到 大伯一家背后 肯定有能人在帮他们 二伯母 你在家里好好照顾二伯 这件事我去办 我让二伯母打着伞 将我送回纸杂铺 我宁神秉息 神魂离体挑到医院 唐哥躺在ICU里 身上插着各种维持生命体征的管子 他整个人急速地瘦下去 像枯败的甘草 掏出捡好的纸人 甚至不用咬破他的手指 因为他身上到处是血 纸人落地 变成跟唐哥一模一样的魂魄 我再等 等 鬼拆一个鬼叉 一阵风般地来了 他看着唐哥的魂魄 疑惑地翻着命步 嘴里喃喃 这人授数未尽 怎么魂魄离体了 我掏出捡好的纸片 滴血后 幻化成一条铁锁 直接捆向阴叉 鬼叉大人 得罪了你 篡改凡人授数 扰乱秩序 今天我一定要找判官说一说 那鬼差挣扎着 嘴里不住的辩解 谁改 他授数了 我没有改 我心中疑惑 鬼叉或许会挣扎逃跑 或许会求饶 但绝对不会撒谎 因为是不是改了 受判官一查便知 看来这事情另有说法 我洋装不知 继续炸他 孙长青死气浓厚 已经失去了活人的精气 他还能活着 已经不正常了 鬼叉急于辩解 脱口而出 他还能活着 是因为他们家有人在摆阵给他身上放了功德 他才得以续命 我更加疑惑 孙长青一家作恶多端 怎么可能会有功德 那我二伯的授数是被谁借走的 鬼叉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也不与我继续争辩 趁我不注意 挣脱链子 一阵风势地又走了 我无暇顾及鬼叉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二伯的授数没有在孙长青身上 那是借给了谁 我悠悠荡荡回到纸杂铺 却看到二伯母在我门前打转 我心里长舒一口气 应该是身上的晦气散去了些 他已经看不到我的铺子了 我扔了把红伞出去 二伯母看到红色 扶至心灵般地打开红伞撑在门口 我走到伞下 冲二伯母笑了笑 二伯母 您真聪明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二伯母解释 我身上发生的一切 还有为什么 我只能待在红伞下 正在苦恼间 二伯母焦急的声音 打断我的思绪 闻闻 孙长乐将你堂弟堂妹带走了 我咬破手指 点了写在二伯母的眼皮上 二伯母 你跟我进来 二伯母顺利地跟我进了铺子 二伯母 你别急 我在长乐和长云身上留了纸人 我看看他们在哪 我凝神静气 将自己的灵魂 俯身到给长乐的纸人上 睁眼 漆黑一片 长乐的纸人在书包里 我费尽心力将自己单薄的身体 从沉重的书包里脱离出来 这空旷的道路 四周都是成片的厂房 如果没记错 这应该是去往食品厂的路 两个书包扔在路边 上面还有路过车辆被碾压的痕迹 我再次凝神静气 附身到另一张纸人上 在睁眼时有了光亮 我在长云校服胸前的口袋里 我侧耳倾听 身旁正呜呜哭的正是长乐 别哭了 烦死了 长乐被吼声吓得不敢再哭 只能小声抽气 我贴着长云的衬衫口袋 悄悄地探出头 只见大伯母、孙长乐三人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而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闭眼打坐的老者 老者一身白袍 眉须皆长 一脸和善 像是福寿绵长的老寿星 孙长乐磕了个头 师父 我堂弟堂妹已经给您带来了 请问什么时候施法 我哥哥在医院里快要等不及了 老者停止了嘴里的送念 上次你用你二伯的寿数换你全家改孕 这次你又让我用你堂弟堂妹的寿数给你哥哥续命 你可知道这两者都有为天道 而且反噬的力量极大 孙长乐抬头看向身旁的大伯母 大伯母一脸哀求 长乐 你就救你哥哥吧 你若是没了哥哥 以后我和你爸死了都没人照顾你 孙长乐气势弱了下来 师父 我们还是决定救哥哥 那老者哥哥一笑 那这次的反噬谁来承担呢 大伯母一脸谄妹 既然上次是长乐担着的 那这次还是由他来 还没等老者说话 孙长乐不愿意了 他直起身子转向大伯母 妈 上次都是我承担 为什么这次还要我来承担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带伯母眼神闪烁 支支吾吾 那上次不也没什么事吗 你负责身后 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 孙长乐声音里带着哭腔 这是没出事 若是出了事 后果不堪设想 大伯母没有说话 甚至不敢正眼看他 孙长乐又把目光移到大伯身上 爸 这次你来 大伯听见孙长乐点名他来 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 我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不能出事的 再说了 把你哥哥治好也是为了你以后着想 孙长乐干脆破罐子破摔 若不是我费力找到师父拜了师 我们全家早就完了 如果你们俩都不愿意承担反世之利 那我就把孩子送回去 哥哥伤得那么重 也是他的命 他要是死了 以后我给你们俩养老 大伯和大伯母都不说话了 孙长乐起身 就往两个孩子身边来 我急忙缩回口袋里 他正准备给两个孩子结绳索 那老者出生 孩子都已经带来了 再放回去 你们还能轻易脱身吗 孙长乐的手顿住 恨恨地咬了咬牙 那老者又说 这两个孩子还小 瘦数很多 上次你二伯的瘦数分了一半给我 这次孩子的瘦数 我要二三 这反世之力 让你父母二人各承担一半 大伯母像是要出声反对的样子 那老者不悦地哼了一声 大伯母便再也不敢说话 孙长乐离开 我继续探出头 看到老者从怀中掏出一块漆黑的木头扔在地上 这是阴沉木 你三人将它点燃 然后找来木柴 架起火堆 将这两个孩子架在火上烤 听到这里 我便不再拖延 神魂归位后 我满头大汗 二伯母掌月长云 在我爸妈的食品厂里 你赶快报警 然后回家找人将二伯的身体 带到食品厂去 要快 二伯母听完我的一番交代后离去 我再次回到乡岸前燃香 上敬神明 下敬鬼叉 奉上功德 助我除魔 香烟顺势而下 一阵阴风带来鬼差 我急忙告罪 鬼差大人 此事不劳烦您 我再另请 我要请的不是鬼 而是神 那老者用的是邪道竖法 不是普通的鬼差可以对付 连续点香三次 请来的都是阴差 如果我能出汗 此时此刻一定是满头汗 不能再拖了 阴沉暮虽然不易燃烧 但半个小时总是能点燃的 我咬了咬牙 割破手指 用血擦在箱上 再次点燃 以我之血 上敬神明奉上我身 助我除魔 这一次 香烟如白鹤般青云直上 一阵紫金光芒在眼前闪现 小丫头 唤我何事 我急忙跪地 弟子给祖师爷请安 实在无意惊动您 只是攸关我亲人性命 而且妖物害人 有违天道 请洗神祖师爷 助我除魔 如你所愿 声音挑渺如红中 一道金光射入香岸上的纸人 我急忙穿上纸人 用力地撑开红伞 走出铺子 挥手 蓝亭路上的车迅速钻进车里 即使我速度很快 红伞的伞顶也将我的手烫伤出黑色印记 不再管那印记 我催促司机赶紧开车去食品厂 到食品厂时 警察和大伯母都已经到了 大伯母看我在车里不下来 反应过来到车边来接我 他打着伞带我来到警察面前 警察一脸严肃 你确定两个孩子在里面吗 我确定 二伯母反应过来上前解围 是的 孩子的手表电话里有追踪定位 就是这里 警察安抚道 我们会尽快增援 不止他们有人质在手 谈判专家马上就过来 请家属安心 警察离开 我巧声问二伯母 二伯放在我说的地方了吗 二伯母点点头 已经放在后院了 我和二伯母借口 身体不适想去车里休息 实则让二伯母开车绕到食品厂的后院去 后院是堆废料的地方 通常都是锁着的 外人进不去 但我刚才用纸做了一把万能钥匙给二伯母 我叫二伯母在院中守着 二伯自己从后门走进去 不出我所料 孙长乐已经点燃那块阴沉木 正在用那阴沉木引燃普通木头 我一进门 吓了他们一跳 孙文问 你怎么会来这里 孙长乐像见到鬼一般 静止跑向那老者 大师就是他 他是鬼 除了我们一家 别人都看不见他 大伯和大伯母看到我也害怕地向那老者跑去 大伯母甚至还在叫骂 都是你这个贱人诅咒我们一家 我们才会走到这个地步 然后转向白衣老者 大师这次的反噬让他承担 他是我们家亲侄女 也是有亲属关系的 我往前走着 走到长乐和长云身边 两个孩子看到我委屈着哭出声 我摸了摸他们的头 安抚着长月 长云不哭 姐姐来救你们了 我想要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 身前一阵煞气袭来 我不闪不闭 那浓重的煞气如一阵风一般穿过我的身体 那老者疑了一声 毛山树指人稀奇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指人 我解开长月和长云的绳子 将他们放走 快出去 你爸爸妈妈在门外 长云和长月刚跑到门口 一阵煞气降门关上 这是我看上的东西 岂能让你轻易放走 我扔出两个指人去护着两个孩子 私下打量他不在屋中的阵法 原来这就是给大伯一家改运的阵法 老者声音有些嘶哑 明显与他的外貌不符 你虽然修的是歪门邪道 但也该知道因果报应 循环往复 你这样偷取别人的命术 放在自己的身上 是有违天道 你必遭天谴 老者不怒返孝 偷人寿数遭天谴 可是我没有违背因果 我是偷了寿数 但承受反是因果的 是你大伯 你堂姐 跟我有何干系 说着 他两眼放金光 亡我一直想尽办法 为自己增幅天寿 却不曾想若是如你一样 换个纸身体 身子坏了就换一个 想换什么模样都可以 岂不更美 他手中黑气涌动 浓厚地向吞噬人的深渊来 到我这里来 让我好好研究一下你是怎么做的 我装作被他控制向前走着 手伸进衣服兜里 掏出最重要的纸人 怎么做的 当然是竹灭和宣旨做的 说话间 我将纸人甩出 纸人带着紫金光冲向老者洗神真身 你居然能请动毛山派的祖师 洗神 你到底是什么人 金光将黑雾不断吞噬 直到金光大盛 照亮整间屋子 我是什么人 我就是个竹灭渣的纸人喽啊 随着老者的惨叫 他的身躯逐渐干枯萎缩 几秒的时间 变化作一具黑色的枯骨 接着无数光点从他身体里飞出 像萤火虫一样 飞向四面八方 那应该是他夺取别人的兽数 最后 他的骨骼像是无法支撑般 开始碎裂 最终化成一堆黑灰 那黑灰染着蓝绿色的火焰 点燃了身边大伯和大伯母的衣裳 他们用手拍着那火焰 躺在地上打滚 也无法将火熄灭 蓝绿色的火光瞬间燃遍全身 救命啊 文文 救救我 文文 我可是 你亲大伯 你救救我 他们打着滚来到我身边 我急忙躲着他们跑到门外 被返还寿数的二伯已经苏醒 正坐起身 安慰哭泣不止的二伯母 看见两团火追在我身后 挣扎着坐起来 将我护在后面 火焰已经燃遍全身 两团人影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嘴里不住地求救 二伯于心不忍 偏过头 用虚弱的声音跟我商量 文文 他好歹是你大伯 要不你救救他们吧 警察在外面 他们逃不脱法律的制裁 我的声音也有些虚弱 二伯 这是反尸之火 我就不了他们了 还是二伯母 发现我的声音的异常 仔细观察我后发现我的腿正在燃烧 竹灭座的骨节烧得琵琶作响 他害怕地向后退了两步 又想起是我壮着胆子脱了外套 拍打我身上的火焰 文文 你别怕 二伯母救你 二伯母总是这样温柔 哪怕知道我是个可怕的指人 依然用尽全力在救我 二伯母 别再费力气了 这火是刚才大伯扑到我脚上时粘到的 无法熄灭 二伯母停止了拍打的动作 小声唤气起来 文文 谢谢你救了你二伯 二伯听说我身上的火是大伯点燃的 有些愧疚 也不再提起他们 文文 你这身体怎么变成这样 火已经烧到我的膝盖 我瘫倒在地上 二伯母 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是个指人 其实我爸妈出车祸那年 我就跟他们一起死了 那么严重的车祸 我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呢 是爷爷舍不得我死 这才救了我 爷爷是茅山派的传人 还扎得一手好指人 他做了个精巧无匹的指人 将我的灵魂藏在里面 再用茅山换术 将我变得像普通人一样 所以 爷爷不去你们任何家养老 都是因为要守着我不被发现 二伯愧疚地低下了头 二伯母也眼睛通红 二伯 并非我不讲血缘亲情 大伯作孽太多 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你知道吗 我爸妈的车祸并非意外 而是认为 当年我爸爸只是说 不要让堂哥喝太多可乐 怕得蛀牙 堂哥就将喝光的一拉罐 放在了爸爸的刹车下面 刹车失灵 才酿成事故 后来大伯找人 偷偷将车子里的一拉罐 空瓶拿走 将这件事情隐瞒了下来 我爸妈的死就当成了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二伯声音哽咽 所以你堂哥开车出事是你 当然不是我做的 我反驳 我是指人 本就是靠术法才存活下来 积功德都来不及 怎么回去做损功德的事 任何事都有因果报应 他害得我父母车祸身亡 他自己也会死在车祸上 至于我大伯沾上了赌博 输了很多钱 这个食品厂也作为赌注输掉了 爷爷知道后 让他卖房子 把食品厂的钱赔给我 大伯当然不肯与爷爷大吵一架 爷爷被气得犯了心脏病 可大伯明明在家 却不叫救护车 他眼睁睁地看着爷爷死在家里 爷爷死了 大伯分到一笔钱还了赌债 剩下的钱 他又拿去赌 呵呵 二伯 你看爷爷当初心脏病发痛苦 无人救 像不像大伯和大伯母一样 躺在地上打滚 却没人能救一样 举头三尺有神明 做坏事的人终将会遭到报应 二伯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指着大伯恨恨地边跺脚边流泪 二伯母想帮助我 却不知该怎么靠近他 流着眼泪 满眼心疼 闻闻 可是你什么都没做错 你还是个孩子 为什么你会是这样 我想抬手擦掉二伯母的眼泪 可火焰已经烧到手臂 烧到了脖子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对二伯母露出笑脸 二伯母 我是术法做出来的 非人非鬼 本就是有为天道 所以 无论怎么消失 这都是我该承受的 说完这句话 我的眼睛就被蓝绿色的火焰吞噬 一阵风起飞灰在二伯母的脚边打着旋 像是在感受她带来的无尽温暖 闻闻 大伯母进不来这间屋子 来过好几次 你也没有扔散出来 你二伯身体恢复得很好 跟从前没有差别 只是整个人都像被抽掉了精气神一样 不似从前那样精神了 你大伯和大伯母被烧死了 警察来了之后怎么都无法灭火 他们活生生地烧了一个小时才死 孙长乐被警察以绑架罪逮捕 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父母在面前烧死 吓疯了 现在已经送到精神病院里了 孙长青当天就断气了 尸体我们没有去认领 大概会被医院当作无主尸体统一火化吧 闻闻 你大伯只剩你一个亲人了 如果你能回来 希望你能来看看我们二伯母将几样糕点摆在门口 絮絮叨叨一会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我在铺子里操纵着如如的纸身子在做我的身体 如如在旁边闹腾 闻闻 你这里怎么少放了一根竹面 这跟以前的你不像了 我撇了撇嘴 我上个身体是爷爷做的 当然精巧好看 如期了一生 才不是 我看你就是想自己的妖兽一些 更好看一些 我咯咯地笑出了声 少几根竹面就少糊几张纸 才能早点继续做生意赚功德呀 我的功德可是全都给了祖师爷呢 我会做一副新的身体长久地活下去 但我不会再见阿尔伯一家 也希望他们不会再看到我